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今天要上的是 一般知识社会学认为的始祖 他跟社会学关系比 上礼拜我们介绍Mark Schiller 要强 因为Mark Schiller呢 很多人会从分科来看 认为他是哲学方面的知识社会的始祖 当然叫知识哲学听起来怪怪的 他也没有人说他知识论 那Meinheim 因为在年代上面比他晚 出版的书也比Mark Schiller晚 所以我们把它摆在第二位 是有这个关系 好 那这个我们先讲他的生平跟著作 我说过因为这两个人 在我其他课上没有说过 他们的生平跟著作 所以会花时间 以后讲到的人 我大概就不花时间 说明他们的生平跟著作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这些生平跟著作资料 现在网上也相对容易获得 那我的这个生平跟著作资料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就是把中文译本 跟原来的语文 做了一个中文译本或英文译本 做了一个融合 所以可能跟别人比起来 但是有些地方因为 中国大陆最近的出版 非常的这个蓬勃 所以有些翻译 我可能刚好不知道 所以这是要注意的 他是1893年 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 这个犹太人中产阶级家庭 母亲为Rosa Eilenburg Eilenburg 我是德国人 父亲是Gustav Meinheim 是匈牙利人 所以他是家中的独子 有人会从排行来看一个人的个性 但是我们社会学好像比较少 从这个角度 以前有心理学家 专门做这样的研究 把历史名人 看他排行老几 来做一个个性上面的研究 那这个一般的传记一下 他就是19岁了 中学毕业以后 受到卢卡奇的影响 卢卡奇是匈牙利人 我们在后面可能会提到他 因为那本书我没完全读完 所以这个受到影响 到德国留学 当时卢卡奇呢 就是到了这个海德堡 到德国去留学 跟这个马克斯·韦伯 跟Zimmel 那这个Meinheim呢 到这个德国留学的时候 有到Zimmel那边去上课 当然这个说师是谁 或者谁是谁的学生这一点 在现代的意义 跟在以前是一样的 这什么意思呢 你听过他的课 广义来讲就是他的学生 但狭义来讲 特别从思想上 有意义的影响来讲 这种学生的意义 就是一个问题 还有呢 因为在大学的制度里面 有指导论文这件事情 所以通常讲的学生 跟这个指导论文是有关系的 我们大部分人 假如有指导学生的话 那他是我的学生这一点 我们讲起来比较不会有任何问题 如果不是只是修过课的 那这种情况就有一点广泛 广义了 那像现在我还有网络课程 网络课程 有些人很客气 说哎呀孙老师 我也其实也帅你的学生 因为你的课我都看了 像这种 所以这里讲说 他跟他是 XIMUS他老师 那这个具体的意义是怎么样 这个我不太清楚 26岁呢 他因为1919年 二国大革命 伊斯坦结束 苏联出了革命 然后他的苏联 重组了布达佩斯大学 那他那时候 曼海姆不是共产党员 但是还可以受聘 这个在政权交替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选择边站是很重要的 那选择边站呢 常常跟你的政治信仰有关系 或是跟你的党员身份有关系 但是不是所有的党员 都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党员 所以有的时候 在老师里面找到一些 虽然不是党员 但至少不是敌人的人 来当老师 应该也是可以被接受 1919年的7月 新华的共产党政权就垮台了 所以他因为在匈牙地共产党政权垮台的时候 受聘任教 所以就逃到了德国去 还好不算太远 在弗莱堡跟海德堡等大学念书 这个可能跟身份有关 因为他已经26岁了 所以说他这时候再去念书 这可能就是因为政治战乱的关系 然后从那以后呢 他就避免跟政治发生关联 这个也非常有趣的生平 所以让他会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政治当中科学如何是可能的 这在1919年 在我们现在所知的政治学 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的时候 1925年呢 他32岁的时候 他担任海德堡大学的Privat d'Otent Privat d'Otent这个我们上次在Mark Shelley也说过 这就是一个编外的讲师 他在学校有个名称 但是不编薪水给他 然后他的薪水主要是从学生缴的学费 听课的学费来的 这有一点像我们兼任老师 但我们现在的兼任老师的学费 还是由学校给的 并不是由这个学生负担的 我们的学费结构很奇怪 学费结构里面基本上不包含老师的薪水 所以在台湾你交的学费相对于是很便宜的 中国大陆好像也是这样 所以薪水是国家另外一边的预算 那后来他这年在32岁也结婚 然后出版了教授资格论文 在德国到现在为止都一样 你要从事教职 你必须先有一个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以后呢你在教书还要有一个资格论文 或者叫做升等论文 叫Habritatune script 就是你要再写一本 你要写两本 大概很多人就写完这两本 大概就差不多了 我们在台湾现在学着美国人 好像要不断地发表 那发表的论文通常也不是书的形式 好像每五年你就要有固定的情况发表 这跟过去的思想的创造其实是不符合的 我们人不是那种 五年我一定能平均创造多少东西来 有的学科到老了他比较容易创造 有的学科他年轻的时候比较容易创造 以前我们念科学社会学的时候 好像有研究过诺贝尔奖得主 他们大概得奖的时候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没有很老的 很多人是看学科 因为看诺贝尔奖的那个奖 所以有些平均数很轻 那有些平均数年龄很轻 有些平均数年龄可能就比较大 偏大 那是因为那个奖项的不同 那他的这个资格论文 Hardley-Tutron-Sript 叫古代保守主义知识社会学的研究 那从知识社会学来研究保守主义这个概念 特别强调保守主义 后来翻译成英文 把古代就去掉了 就直接翻成conservat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这是1986年 2002年大陆就翻译成为简体字版 这个书好像没有繁体字版 所以这是晚出的书 但是是他早期的作品 因为我们要讲的书 在下面 1929年 那年他36岁 他那年呢 既这个France Openheim 以后成为法安克福大学的 社会学跟经济学教授 那时候 法安克福学派应该已经形成了 在法安克福大学的社会学系 这是希特勒上台之前的四年 但是整个德国的气氛 基本上都已经准备好了 希特勒要上台的 所以你从历史的这个后见之明来看 吕霜兼兵治 一旦有某种言论出来 这种言论如果没有遭到人家的制止 最后就变成一股洪流 然后呢 就湮灭了大家的这个良知 或者这个清醒的理性 那也就是这一年 他出版了我们要谈的重要著作 叫Ideology and Utopia 就是英文就翻译成Ideology and Utopia 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那这本书出版 就有一个曲折的故事 原来这本书在德文原版的时候 只有三章 三个chapters 然后那个后来英译本在1936年出版 就是在七年之后 这本书原书七年之后出版 由当时美国的一个 以城市社会学著称的 一个人叫Louis Worth 他最有名的一个概念叫Urbanism 不知道这个中文是翻译成城市主义吗 跟Edward A. Shields Shields后来也从事很多有关知识分子 这方面的研究 他一直在芝加哥大学 那这两人就把这本书因为觉得它很重要 就翻译成了英文 这本书翻译的时候呢 他们就考虑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在德语的世界里面 这个书出版的脉络很清楚 可是在英语的世界里面 常常不知道这本书 为什么是那种形式出版 然后很多人甚至不知道 这个跟知识社会学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看在德文里面 没有副标题原来 在英语里面就增加了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就加上了副标题 好 这副标题一加 你的麻烦就来了 你不加副标题 人家还说你就是意识形态乌托邦嘛 这个随便你去怎么去讲意识形态乌托邦 你加了一个副标题 说这个是这个知识社会学的介绍 那知识社会是什么 当然比较取巧的方法 你看我这本书 你看完你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比较取巧的方法 但是看完了不会知道 因为那三章里面没有一章 是综合性的在讨论知识社会是什么 所以他们就去找了Mindheim的两 一篇文章在一个百科全书里面 就摆在后面 然后也央求Mindheim说 我们要把你这本书翻成英文 你是不是写一个什么东西 来介绍知识社会学的 所以Mindheim就写了一个 就这样原来三章的书 加上从另外一个地方找来一章 一翻译出来 再新写了一篇 加起来就五篇 所以在英译本呢 这本书就比原来的德文本 变来得大 原来只有三章的 就变成了五章 那这个既然在英译本变成五章 所以后来这本德文本 在重印的时候 想说 英文本都有五章 我们德文本只有三章 这不是不能完全了解 Mindheim真正意思吗 尤其后面的那篇文章 那个百科全书已经不容易找到了 那干脆就根据这个英文的 就把它回忆好了 所以前面的三章都是一样 加的那篇文章也是一样 原来就德文 那就把原来给英文写的那篇英文 还原成德文 翻回来德文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你现在在这个德国市面上 不是旧书店 看到的这个 Ideologie und Utopia 这本书就是五章版本 我刚才不知道 那年我刚好跟着 现在退休了 郑大顾中华教授 他去德国 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买一本 这个原文本 他 社会学界 大概除了我以外 没有人注意版本问题了 他就帮我买了一本 我回来就看 怎么这有五章本呢 不是说三章吗 我后来才找到 在旧图书馆里面 找到旧的三章的本 很多人认为 这东西不重要 我认为你不重要 那是你觉得不重要 我觉得重要是因为 你这样可以看到 思想演变 尤其我们教知识社会学 一种知识 常常就是受制于 你看了什么书 或者你看了什么版本 你看了版本不对 那你所了解的东西 就是瞎子摸像 这个我大概第一次 非常深刻的理解 这个问题 是在大学的时候 跟一群学长同学 参加读书会 读书会里面 就要念 C Wright Mills 就是写这个社会学想象 或社会学想象力那个人 他的一篇文章 叫Unintellectual Craftsmanship 这是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那本书的副录 那本副录其实已经有点旧了 他讲的方法 因为现在科技的 那个里面呢 结果就要念那篇文章 那我们当时也没发讲义给大家看 所以呢 有的学长就找到了一个文选 选的那篇文章 然后我就是找到那本书的后面那篇文章 你想会有什么差别呢 这个文选说 我这就是收支于那本书啊 然后这本书的尾巴也说 就是俘虏 所以名字一模一样 可是我们一讨论 发现 你怎么有看到我没看到的地方 特别是我的 我的是从原文来看 他的那个是文选 文选就把它截录了 有个地方剪掉了 所以他就没有看到 原来人家有写的地方 那截录有的时候是编辑者 根据他的需要 觉得这一段不重要 我们就把它删了 那你可能觉得重要啊 那C Wright Mills觉得不重要 他干嘛写呢 所以有的时候这编辑啊 编辑啊 主编辑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你怎么就把人家的意思给剪掉 如果他不要 他可以不要写啊 你就把人家写好了 你认为跟你编辑不重要 你就把它给删掉 这是不对的事情 但是现在很多人是这样做的 那时候就有人这样做了 应该这样讲 所以我一直觉得 你要回到的原点很重要 但在当时 我有些学长就不以为然 对这件事情说 干嘛一定要看那么多呢 人家都把你选好了 那你就照着人家选择看嘛 我说是你读书是他读书啊 如果删掉东西你认为很重要 然后他把你删掉了 那你到时候看他的书 你就看不到这一点了 我觉得到底要删不要删 那个我们读者应该保留 我们自己决定的这个权利啊 所以从那以后 我后来看书发现 尤其是思想方面的书 或社学理论方面的书 尤其我们又是在这个 所谓后进国家在思想上 我们的很多理论都是借重外国语文 外国语文就透过翻译一层 如果透过欧洲语文 那常常还得翻成英文 再翻成中文 透过两层 这里面 你在日常生活 对于层层剥削这件事情 你会感到非常的愤怒 那为什么对于思想上的层层愤怒 你不感到一样的愤怒呢 这个是我没办法呀 我就没办法 是你画地自现啊 你可以学语言啊 你可以有这个意思以后 尽量去找 原来人家作者想呈现的样子啊 而不是中间经过了 二三首的三节以后 所以这本书呢 就有了这个两个不同 至少到目前为止 有两个不同的综艺本 那有的综艺本重印 所以你会看到不同的封面 要注意译者的问题 很多人买书 第一个就是看便宜 有的人不买书的人呢 就看图书馆有没有 图书馆有哪一本 你就看哪一本 你也不管这本书重要或不重要 这个对做学问来讲 都是大忌 不能这么做的 做学问你就要找到 能把各个版本看过最好 不能的话 你也要找精选版本 中国古书就是要这样念的 因为你要是找那个乱七八糟版本 你到时候你都不知道在念什么 因为那个很不负责任啊 他觉得他硬了能够卖就行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 我们学社会学 特别是讲理论 特别是要研究语言或思想之间转换 这件事情是极度重要的 后来写的基本书都从这个角度 但是我喊了半天更没人理我 我就是孤狼一只 在月圆之夜 喊着要重视版本哦 这样 没人理我 1933年希特勒上台了 他因为犹太人啊 有知识分子啊 你不跑啊 你找死啊 到时候知识分子最糟糕的就是 你明明知道你有满腹的学问 但是那个人就是恨你啊 他根本就不认识你 他都恨你 不像捐血车上写的 我不认识你 我谢谢你 人最糟糕的就是 我不认识你 但是你给我注意 我杀了你 我们知识分子有时候很倒霉 历史上古今中外都有这种历史 所以他跑啦 他很幸运啊 伦敦政经学院的讲师 他至少还可以在那找到工作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那万一处处不留爷 我忘了那句 最下面是什么 这应该你在网络上可以查得到 好那1935年 欧洲大战其实还没正式开始 好像要等到德国进攻波兰以后才开始 我觉得这种算法对于那种 在战争中受害的民族 都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我已经受害了 你说战争还没开始 那我是怎么死的 我出车祸啊 我每次看到的我都极度愤怒 说什么几年 打到几年是一次大战 那一次大战前死那人是为什么死的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 这件事情是我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不太能接受的事情 就像我觉得中国抗战 怎么会是从1937年 你说918事变 如果东北是中国领土 中国已经被日本 亏裂政协满足过战 那就应该从那开始 那我们在台湾 那你就从1895年 甲午战争以后的马关条约就算上了 这抗战怎么只有八年呢 我觉得这个对其他的人是不公平的 这当然这是一个你的立场的问题 那这个1935年出版了重建时代人跟社会 在战争还没开始过 其实战争已经开始对他来讲 然后对这个世界或对这个将来 你读的历史书还没开始 他就开始注意到重建的问题 战争结束以后 人跟社会要怎么办 这是一个社会计划的问题 然后这又跟共产主义的经济计划又不太一样 很少人去思索这个问题 然后大部分也不认为社会学家的责任在于 在重建社会该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话题自现 那这本书也1940年 理论上美国还没有参加战争 在1941年才参加战争 可是那时候欧洲已经卷入战火 美国并没有 那在那时候呢 Edward Shields把这本书翻成了英文 叫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这当然非常讽刺 因为美国还没参加 你重建什么 你重建什么 是欧洲打仗也不如我打仗 这个台湾话说 死都又不死兵都 死的是我的朋友 死又不是我 关我什么事 1990年这本书才有综艺本 这时代已经隔非常久了 这已经算是一个历史文献 你说出这变革时代 你以为那是90年后的时代吗 那根本就不是 这本书到大陆又隔了十年 才出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 那当然大陆在那一段 大概可以算重建时代了 所以这个可能有非常奇妙的 这个历史的这个 虽然看起来是错位 但是好像错得刚刚好 所以这个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那1941年 1941年 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 所以他的书有些也是教育学用的 然后1946年升任教授 那都是在战争期间 战争期间的大学教育是非常奢侈的 因为很多人抛头杀热血 保卫国家牺牲的性命 然后大学教授竟然还在安稳的环境里面 被保护的环境里面在讲授一些这种 别人看起来不能够保家卫国 不能满足当下目标的工作 很多人会受不了 你们这些教授 国难当头 你们还在这边研究什么这个那个 很多人会对这种工作 所以很多人会从军去了 顺应时代潮流或保卫国家 这样的民族主义的意识 那1943年出版当代的诊断 一个社会学家暂时论文集 那时候战争还没完全结束 还没完全结束 他就已经有当代的诊断 我们现在的社会学家 除非你写这个网路上的文章 不管是台湾的脸书 或者大陆的什么博客 大陆叫公知 台湾以前叫做评论 或者社会观察家 什么都有不同的名词 还有人讲民间学者 有一阵子 就是说你不是学校的人 我们现在当然也有 社会学也有老师 会在网路上发表一些文章 但是有的时候好像讲 这个同行的八卦多一点 好像讲这个有关社会的 那就要什么向着口 社会学像这种比较年轻的同行 他们对这个社会现象 做了一点分析这样子 所以这是1943年 当然他很不幸的 在1947年战争结束以后 就过世了 在1月9号的时候过世 过世以后呢 你以为人就没有了 没有啊 知识分子最有趣的地方 就过世以后还继续出版 那继续出版 当然不是他写的 而是他的东西被整理 你看1951年 这几个人就把他的书 编成自由权力与民主计划 因为这民主计划 特别要讲说 democratic planning 跟那个共产主义的 集体计划 或经济计划 是不一样的 可是这社会学界 很少人做这种事情 也很少人注意到 Mondheim这个 democratic planning的问题 所以他的很多瑞智 后来都没有人继承 那这个1952年 这个我不太会念 好像要念 Catches Matty 这个比居里夫人 复杂多了 编辑所著的 知识社学论文集 把他的文章 那以前因为文章都在 杂志上嘛 不像现在电子期刊 什么那么方便 所以编辑一个这样文集 是有意义的 现在呢 电子期刊相对人很方便 编辑这样文集 基本上是不太有意义 除非你上课 不然的话 你输入那个人的名字 在这个西 不管是中文的期刊 或者是西文的期刊 你输入名字 该有的文章都在上面 基本上 只要不是很罕见的东西 大概都在上面 我就有 你要查任何一个 老师的文章 几乎躲不掉 1953年 也是这个人 Catsumetti 又把他的相关的 社会学跟社会心理学文章 把他收集在一起 翻译出来 1956年 这个Maheim 跟他不太一样 这个只有一个N 这是一个 我看他翻译了一些作品 都是Ernest Mannheim 跟Catsumetti 把文化社会学论文集 他是论文集 然后后来也有综艺本 这几个都是 至少郑也夫老师 冯克利 都是好像 小有名气的 我们在台湾也多半 多半从书上可以看到他 未必认识这个人 1957年 本人出生那一年 还把他的系统社会学 这是他的社会学导论 但这本书并没有被 其他的社会学家当成是一个 导论的重要的书 没有 所以这个书有 但是出版以后 没什么人买 也没什么人提这件事情 那些系统社会学 跟社会系统论有关吗 没有关系 只是刚好有系统的 Systematic跟Systems Theory 是没有关系的 现在我们叫做系统理论 特别是Niklas Luhmann 那个叫Systems 有个S Theory 不是Systems EPS 系统的 不是这样的 它Systems 就是各个系统的理论 那这个不是 Systematic 有时候跟系统没关系 只是表示 它是很有条理的 所以那个System的 那名词 形容词怎么办呢 所以有时候叫Systemic 原来的System 加上I跟C就可以了 就是代表 这是系统的 就是System的 那Systematic呢 有时候就跟系统无关了 只是表示 它是有次序的 这个有条理的 这样子的东西 那1962年 它还有教育社会学概念 刚刚讲到 它是教育社会学的讲座 所以讲教育社会学 所以有些教育社会学同行 也会指导Carlene Heine 你想从知识社会学 到教育社会学 其实这条路 或文化社会学 这个都不是太遥远 只看你怎么去界定 知识文化跟教育 这基本上可以混给大家看 1971年 Curt H. Wolfe 编译了 Meyheim的论文集 这本书大概是除了 Ideology and Utopia以外 在英语世界经常被提到的书 那80年代 这两个三个德国的学者 当然英文也不错 就把Meyheim的东西呢 旧的文章 再重新编辑 叫思考的结构 Struge Turen Struge Turen This Denkins 然后英文叫Structures of Thinking 这是完全对异的 这个德文原来的 这1982年 20年后 大陆出现了一个译本 2006年 2002年 中文世界出版一本书 讲Carlene Heine 精粹 就是从中文的翻译里面 把它编辑成一本书 这不是哪一个 任何一本前面的书 所有的 这是Carlene Heine的生平 思想脉络 我们只稍微说一下 他的前辈 有Zemel 然后有韦伯的弟弟 Alfred Weber 韦伯弟弟比他活着久 一直活到1958年 韦伯在1920 是不是就过世了 所以他弟弟比他多 活了38年 他弟子比他小4岁 但比他多活了38年 可见家庭的基因 有时候是很奇妙的事情 那卢卡奇 这我们可能会讲 那李克特呢 是一个 你可以看到什么 人文科学与什么科学 李克特有一本 中文译本 胡塞尔是这个 现象学的始祖 哲学那部分 Emile Lask 这是当时的一个学者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 太大的名气 那Hans H. Goethe 最有名的地方是他跟 那这个Elias 我们所谓也可以念成Elias 看你怎么念 那是一个后来在荷兰很有名的 一个德国的学者 那是他的晚辈 Curl H. Wolf 编他书的 Nicott Stair Folker Mayer 跟David Kepler 就是后来编他文章的这些人 这几年这些人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著作 但在90年代的时候 这是非常澎湃 那他主要著作 我这里在正式的讲义上 列的比较详细 这里我就不用那种方式 不然的话 这个重复太多 这一本呢 因为我没有去印到那个1929年的德文原版 这本就是刚刚说 顾中华老师帮我当时在德国买的书 这是德文版 你看就知道 这是比较后面的英文版 最早的英文版 这平装本是长这样 这是比较后面的平装本长这样 那我有买到一本精装本 那精装本造成书不太好看 因为它正面是黑的 你除非照侧面 那这是几本中文译本 这是一本商务学馆出的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 那这是 这边不知道跟哪一个是同一本 然后这个呢 是因汉对照 所以你买这本呢 等于有了这个 然后因汉是哪一本翻译的 你可以注意看一下 因汉对照的书 以前我们在学语文的时候 老师非常鼓励你看因汉对照 但是看因汉对照的 实物经验 通常只看汉 不会看因汉对照 没有 尤其你买因汉对照的人 大概都是懂汉语的 不是懂英文的 所以刚才前几页 你会这边看一段 这边看一段 就这样 等到后来你就只看一遍 你就 所以因汉对照有很好的理想 但是我念书到现在 尤其我个人的经验 别人我就不敢说了 我常常买因汉对照的 都只看汉 很少看因 现在年纪大一点了 看因的机会 比看汉的机会多 因为有时候看中文 你也不知道他讲什么 然后我现在有一个大的障碍 我就对于 外国人民译成中文以后 我常常记不住 我可以记他的英文名字 你要叫我说 他的中文名字翻译的时候 是什么 那种每一个字都要翻译出来 什么 福列德里西 什么的这种 福列德里西尼采 什么之类的 这个我就有一点困扰 我就要用德文记 或英文记 我都非常困扰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 我以前发现记人名 用英文记 我是记得非常快的 好 这是曼海姆的其他英文本 这是我有的 你看都没有贴图书馆的标准 你就知道我这么多年来 花多少钱收集这样的东西 这卡尔曼海姆的Ideal Utopia 就刚刚讲那本 英文的第一版的书 这个在美国这叫Rare Book 是珍藏版 这本书可以卖很贵的 所以我要是过世以后 你们懂的人 懂的人就赶快跑到研究室 抢啊 对吧 你就可以发财 然后你在那边哭 说老师我想念你啊 然后就把书拿走了 不然的话就捐给图书馆 其实捐给图书馆最好 因为它有空调 又有什么 那这本就是讲这个 Assets on Soci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 这本就Assets on Sociology and of Knowledge 这本就Assets on Sociology and of Knowledge 这本是Assets on Sociology and of Culture 文化社会学论文集 然后这本就是 Diagnosis of Our Time Freedom, Power and Democratic Planning Structure of Thinking 然后这Structure of Thinking的德文版 这是平装本 这是那个 Meyheim的这个 保守主义吗 那本吗 对 Conservatism Conservatism 好 那这是二首书 谈论 Sociology of Karl Mayheim 所以你看光收集这些书啊 就是第一个花很多时间 以前不是在网络上啊 你有钱啊 按几个键就有了 这都是要逛了多少的书店以后 跟书店老板打好关系 说以后你有这种书 你就帮我留着 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 现在买书太方便了 完全看不出人的努力 以前你光看到我有这些书 你就知道我绝对是一个勤逛书店的人 那这是中文版啊 你看我中文版也很全啊 这是文化学论集的中文版啊 这个台湾 也就是在台湾买大陆书 常常进口三本 然后你不注意就卖掉了 然后那个下次你再去 你今天迟一下 下次再去就没有了 到大陆去当然什么 买旧书的网站啊 什么孔夫子啊 当当网啊 你大家可以买到 但那完全没有乐趣 那就表示大爷有钱 大爷买得到 我们最大乐趣是看到那书 然后朝思暮想的那种整个过程 那是花钱就买到书的人 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我们还有一个追求的过程 像跟一个人一样 那这是文化社会学论药 刚刚讲就是那 Structure of Thinking那本书 因为你叫做结构啊 思想的结构 这个不一定懂 那变革时代人与社会 这是台湾版的 那重建时代 这是大陆版的 然后这个呢 就是卡尔曼汉精粹 然后这是保守主义的 其中一个译本 其中一个版本的译本 所以这些书都很多 所以我的书架就很可怕 我的书架跟图书馆 比图书馆全或者比图书馆 跟图书馆差不多 好那另外这本呢 就是这两个学 David Kettler 跟这个 Folker Mayer Mayer 你看一下 卡尔曼汉 And the Crisis of Liberalism The Secret of These New Times 这也是二十书讲的 这讲的比较多 是他的政治的生活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 谈这个曼汉姆的主要概念 特别是以这个 《异性态乌托邦》为主 那这个曼汉姆在《异性态乌托邦》 我们刚刚讲过是1929年的版本 然后36年翻成英文 然后增加了第一 为了英语读者特别写的第一章 还有从1931年的一篇 一本社会学手册上面 他写的一个介绍知识社会的文章 他的主体就是那三章 但是后来早期的中译本 翻译这个 Mayheim的知识社会学 像1944年李安宅的版本 那只译了第五章 那个其实跟这本书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跟手册有关 1952年的德文版 第三版《征定版》 才增加了英文本的《英语者序》 还有第一章跟第五章两章 第五章他只要找回原来德文本就可以 那第一章就要重新 把它再翻回德文 然后1965年第四版 再增加曼汉姆著作一栏表 跟新参考的书目 就是这个不同的版本 那中文版本呢 1990年有位张明贵先生 中益的知识社会简论 在一个杂志上发表 这在台湾 1991年呢 英译本从印本增加了 Brian S. Turner的新的序 这个因为版本的授权过期了 或者他的那个叫什么 权力过期了就大家都可以印了 印了有时候他们就找了新的人写一个新的序 然后98年张明贵的那个综艺本又出现了单行本 原来是在杂志上登的 然后2000年有一个综艺本 这个字打错了 综艺唯一打错了 然后2001年这个人爱艳先生又有一个综艺本 2007年这个姚人泉有一个综艺本 所以大概那么多综艺本 可是都好像是从英文翻译而不是从德文翻译的 那这个就是版本说明跟刚刚讲的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对照表 这对照表告诉你呢 这个1929年的德文原本 跟德文标题的中意 因为有人德文而不行 孙老师至少标题还可以 那1936年的英文标题 跟英文标题的中意 所以这个英文的第一篇是原来没有的 这个的翻译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只有这个副标题 副标题在这一章叫 这边没有说as an introduction 这是正式的第二章 原来第一章叫做 Is the politics als Wissenschaft möglich 政治当成学术是否可能 翻成英文一遍 科学的政治学的远景 你可以看到这个适应不同的需要 大概当时如果翻成英文的 政治当成学术是否可能 大概不会有什么人了解 所以翻成了 就变成科学的政治学的远景 副标题叫理论与实际问题 副标题叫社会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翻译光从名词 光从题目上面就有这些差异 那这个第二章是讲乌托邦意识 这个书名叫意识形态乌托邦嘛 所以会有一个意识形态部分 有一个乌托邦的部分 然后英文叫utopia mentality 这bevostein在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讲意识 资产阶级意识 无产阶级意识 bevostein 然后这个utopia mentality mentality现在比较多的 好像跟法国的心态史学有点关系 所以中文翻译 其实这应该翻译乌托邦意识 这应该翻译乌托邦心态 心态跟意识是否相同 这个真的就要看你怎么去想 那第五篇就是sociality of knowledge 德文原来没有这篇 这种图表表示可能就会更清楚 那这个部分 这个已经讲过了 我就讲这是翻译版 以反客为主的一个特别现象 这是第一章问题的初步探讨 Peliminary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然后这本书到底要研究什么 所以他告诉英文的读者 我这本书要研究什么 他说这本书关心的是 人们事实上如何思考 下面各篇的研究主者 并不在于 并不在于 这是重点 探讨逻辑教科书中 呈现思考 逻辑教科书会告诉你 人的思考经过什么步骤 当时大概是这样 而他在公共生活 政治中真正的成为 集体行动的工具 就人们如何在政治 跟公共生活环境中 如何思考 他要强调的是这个 那这个呢 他并没有从后来 社会学所谓的ethnomethodology 大陆翻成常名方法学 叫常名什么 我们这里就翻成熟名方法论 我觉得这个书名方法 才比较接近 他的这个原初的目标 我觉得他的这个知识社会学 还是太 太离他的目标 公共生活如何成为 集体行动工具 我觉得还是有点远 虽然他希望这样做 我觉得并没有做到 我刚好这个书架上 我以前买过一本书 这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 在中国很有名的学者 叫杜威 John Dewey 他有一本书叫 How We Think 我们是怎么思考的 这我在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那时候 应该有翻译本 但是大概 因为是1949年以前的译本 所以台湾好像没有译本 我听过这本书 听了很久 从来没有看过这本书 也是告诉你人是如何思考的 How We Think 现在好像大陆有没有出版 我都没有特别注意 那这个目的也是一样 也是要研究这个人的思考的 这个整个过程 可是做法不太一样 那他这边强调呢 人们认为当代的毅力之一 毅力Anomaly 这就是不是正常的例子 是特殊的例子 当代的毅力之一就是 我们达成最重要的决定的思考方式 以及诊断跟指引 我们政治跟社会的命运 思考方法 仍然没有被确认 因此无法受到 知性的控制跟自我批评 简单的讲 就认为现在 当 就所谓的现在 他的当时 他当时认为 当时的德国 重要决定的那思考方法 都没有受到 知性的控制跟自我批评 都是 知性控制跟自我批评 这点 并没有在当时的知识界所展现 那都是谁在控制 大概都是政治的控制 那自我批评更不会 都是批评他人 很少人去检讨自己 所以这是他指出来的现象 这个现象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 我个人认为并没有太多的改善 好 那接下来他说 管制干预呢 是随着知识重要性的增长 社会知识的重要性 是随着社会过程中 对于管制干预的必要性 呈现比例的增长 那谁认为有资格来管制 或干预这个社会上的知识呢 像我们台湾最近就是 政府要决定要成立一些法案 来管理这个 叫做假新闻 或者什么的 有这个必要吗 现在法令不能够 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还有最大的就是 政府的干预会不会造成对言论自由的强害啊 这都是民主国家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 如果你不是民主国家那就算了啊 你是民主国家 言论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民主国家的标志啊 所以你这里说要管制干预啊 根据这个重要性增加啊 你这个就是一个啊 对于自由 对于崇尚自由民主的人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啊 认为言论该有自由 你应该让市场来决定他的言论啊 还有独特性格跟批判的理解啊 他认为这是知识学的方法啊 这本书主要任务之一提出一套有效的方法 有效的方法哦 好像在卖膏药了哦 谁来证明他有效的方法 来描述跟分析这类型思想跟他的变迁 比例几个相关的问题 以便忠实成员出他们的独特性格 以及他具有的批判的理解 我们要提出方法 就知识学的方法 你听来你当然会觉得很感动啊 对吧 既然有一个方法 可以展现独特性格跟批判的理解 这多么多么不容易啊 但是后来有吗 这本书问世已经接近两百年了 不是一百年讲错了 二零一八嘛 它是差不多九十年嘛 还不到九十年 那我们在对我们很多人 中文本又有那么多这方面的东西 中文世界我们不要讲别的地方 中文世界真的有用到这种知识社会的方法 来达到独特的性格跟批判理解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去检验 他说的东西到底做到做不到 另外他认为知识社会的阻止 这目标了 知识社会的阻止呢 就是不想如果不明了思想方式社会起源 就不能恰当的理想思想方式 这是一种负面表述方法 所以正面表述就是说 你要理想正恰当的理想思想方式 Mode of thinking 这是套用类似生产方式 Mode of production Mode of thinking 你要了解思想方式 就要注意它的社会起源 这话听起来呢 就好像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这样子的思想架构 因为思想方式是要受到社会起源的影响 你要了解了思想方式 社会起源才能了解思想 好像这个社会起源是思想 了解思想方式的一个前提 当然只有个人才能够思考 这他也知道 没有超越个人之上 或者个人只纯粹加以复制的团体心灵 这类形上学的实体 没有这个东西 那这东西谁说的呢 你如果不学前一章讲Mark Scheller 你大概不知道他在骂谁嘛 你这张学了Mark Scheller 而且你知道他在后面 Mark Scheller在前面 你就知道他讲的应该就是Mark Scheller嘛 懂吗 所以这个思想上的前后关系很重要 我们今天都知道 有些时候一个人讲话 是在回应另外一个的话 如果将来千百年以后 你只注意这个人 没注意那个人 你就不知道这个人讲话 是在干什么 现在你就知道了 团体心灵是讲这种超越个人 他说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 可是呢 却不能因此而错误的说 所有引发个人行动的思想跟情愫 所以这就告诉你 影响人的行为有思想部分 有情感的部分 都只起为他本身 也只能从他生活经验 加以恰常解释 不能这么认为 所以社会因素还是很重要的 这个现在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 已经是一个废话 某种程度 社会学要是不考虑社会起源 那他要玩什么 所以我们跟哲学的人 可能在这点上面 就会有比较大的不同 那哲学人有时候就问我 你们什么都是社会因素影响 什么东西是社会因素影响 那真正的影响是什么 你们好像就很不负责任的 说是社会因素影响 那社会因素好像也不均 也不是均等的影响到所有人 在同样一个社会里面 有人受了这个影响 有人根本就无动于衷 那所谓的社会影响 又在哪里呢 如果你要细讲 我们讲的好像有道理 可是有时候发现 没那么大道理 那我们有些人 深陷在某一个团体里面 那个团体呢 就是我们现在说 叫同温城 同温城的人都这么想 你就以为全世界人都这么想 没有啊 你离开同温城 对这事情一点都不关心的 所以这个现在这种分众的社会 常常你觉得很重要的问题 对别人来讲 根本就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但是有时候媒体呢 会夸大这样的事情 一件事情发生了 一个网友讲一句很夸张的话 说网友认为 好像全部网友都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这是很夸张的事情 那一个台大老师讲了一件事情 就是台大教授认为 他凭什么他也不是谁的代表 也没选他当代表 他讲话就是他的意见 那他的意见是 恰好他是台大教授 如果两个台大教授意见不一致 请问你标题要怎么下 一个台大教授认为 另外台大教授不认为 你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他认为的时候 是因为他是以台大教授身份认为 还是他是以他个人身份认为 我觉得这点 我们在日常中美经常听到 这种非常非常荒谬 台大学生认为 他如果是学生会的会长 然后有经过开会通过 那他认为的事情是代表学生的 是没有错的 如果没有 他图具学生会会长的身份 那他讲出一些他个人的政治立场 什么立场也好 那个关大家什么事啊 那不就一个人吗 为什么他那么重要要被报道 我觉得台湾我们在这个区分上面 常常让人生气就这样 我也常常不愿意发表言论也是这样 因为发表人家说台大教授认为 我没那么大权力啊 我没那么大权力啊 那台大退休教授认为 那你退休那么多人 只有他一个人表达的意见 你干嘛把它变成那么重要 那变成好像就是你利用他 因为他的政治意见可能跟你的 不管是你的报社 你的政党相符 你就会觉得 你看吧台大教授支持我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逻辑 有的时候我看 我觉得有道理的政党也这样讲话 我都觉得 哎呀这些人都不知道 这真的是知识受学的最好题材 这都不是知识 这全部都是权力运用 好我这里就补充说明 其实刚刚也讲到 那这个 这种做法是让你在不上课的时候 你也可以知道我到底要讲什么 然后也让你知道 我讲的都是有根据的话 我觉得我们学理论 或者学任何知识 最麻烦的就是 你怎么知道他讲的话是真的 他引述别的东西 真是别人的讲法 各位习惯的读二手书 二手书不管因为篇幅的问题 或者个人写作的问题 他常常不告诉你 我这句话出自哪里 然后常常讲错了 然后最夸张的那种引用 就说这本书出自 他写的1935年那本书 这个观念 那这观念在哪一 这本书哪一页啊 然后我举例来讲一个例子 这是我最生气的例子 这还不 无关于诠释的问题 学社会学的人 所有人都学过这件事情 图尔干说自杀又分成几类 有的书就写三大类 有的书写四大类 对吧 那这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 三大类四大类都是错误的 那你如果认真真真去看 图尔干自杀论第二部分 认真真去看 这是分成三层次 第一个层次告诉你 并原学的分类跟这个形态学的分类 这是第一个层次 然后并原学的分类又分成几大类 形态学的分类又分成几大类 然后那个所谓的三种或四种 就是在那个两个中间的 有一类的分类里面 然后在那个分类里面呢 其中一个小分类 又可以再分成三类 所以这边有三层 那个小分类的分类 然后那小分类中间的中层的分类 就是一般所说的三大类或四大类 然后还有一个最大分类是两个 所以这个我都有著名页码 我这样讲还有著名 你去看它的图表 第一你可以看它图表 第二你可以看它标题 第二部分的第一章的标题 就是原因与类型 那干嘛讲原因与类型呢 你读书不会读吗 这是第一大分类啊 那大部分人看了二首教学都这么写的 包括Giddens的 别忘了Giddens教学是1971年出版 到今天都没有修订 那Giddens因为他在别的地方很红 所以你就把它红了 就所有的他都对 一个人是圣人 他们全家都是圣人 一个人一本书写的好 好像他所有书都写的好 不是的 那本是年少轻狂之作 到现在还在印 那他在里面呢就有很奇怪的分类 他呢把第三分类的某个分类 就拉到第二个来 那表示他看到第三层分类的东西啊 那第三层分类其实是 那个第三层分类的三个东西 他其他两个就没看到 你就不知道他怎么做到 这个不管一本如何 你绝对看得到 可是呢大部分人不去看原点 想说哎呀这些外国学者 已经写了这个教科书 还会错吗 然后他写了三个或四个 我就跟着写三个四个 然后我再跟着写三个四个 然后就以讹传讹 就认为这就是标准答案了 这个顺便讲一个不是题外话题外话 因为很多社会学初级教科书都是错的 然后有一年呢 有一个出版社的编辑 就说他们出了一本书 社会学的基本教科书 那是图解的方式 我就不讲这本书是什么了 然后他就说 请问老师你可以帮我们看一下 我就很认真的说好啊 那时候也闲着没事 我就把它看一下 看完以后我说 这样子 你要不要把那个作者搅来 我愿意花时间跟他谈一下 我本来只负责教练那本书 作者关我什么事啊 作者也非常的虚心求教 一般作者说 哎呦要去被骂了吗 还怎么样 他来了我说你这本书啊 错了好多地方 他就很惊慌 因为他原来不是学社会学 他在练研究所学社会学 但是就为了赚钱 然后人家觉得他不错 就给他写了一本 他就写了一本普通教学 受学入门书 然后他哪里错啊 我说来来来来 你坐下来啊 花个两三个钟头 你不要有事 我免费教你 我就把他告诉他 来你看啊 这个莫顿说的 这所谓偏差行为的类型 这个是从标题就开始错 因为莫顿原来讲的这个表呢 不是偏差行为的类型 是个人适应的模式 我就拿出那篇文章 来看懂英文嘛 对吧 标题写适应的模式 我说第一个 要看懂标题 然后第二个 如果这个东西叫偏差类型 那请问第一个 两个家叫做 conformism 叫做顺从主义 两个家怎么是顺从主义 那是顺民啊 这怎么是偏差行为的类型呢 蛤 顺民都还偏差行为 那哪有人不偏差啊 你说谁偏差就偏差啊 根本就说不通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知道 这个真理有时候是很难面对 所以这学生还不错啊 我说你看了吧 那他就很虚心的问我 他说孙老师 其实我就是参考别人的教科 然后写成了这本书 那为什么大家都错呢 我说你问的很好 我觉得大家都不念书 你参考的书的那人都不念书 然后都假定前面的人应该念的书了 对吧 他念的书我就不要念了嘛 我相信他嘛 所以大家都相信前面人念的书 前面人其实是第一个没念书的人 不然怎么会错那么离谱呢 你真念书不可能错到第一步啊 我说你看吧 我就让你看这个表 我还不让你看整篇文章 我就让你看这个表 然后你看标题 那个你就知道他错了吗 第二个你从逻辑思考一下 顺从主义怎么是偏差行为呢 其他的可以算偏差行为 所以就不是偏差行为吗 愣在那 我说这是第一个错误 我后来又找了几个错误 他后来说孙老师 那这本书不能出了吗 我说没有啊 你照出啊 反正你跟别人错的一样啊 我问你只要注明一下 一个角柱你不用改太多 就说如果根据莫顿的书 第几页 我拿给他看了吗 你就注明一下 回去再看一下 第几页到第几页 这不是偏差行为的类型 好吧 你就加这个柱就好了嘛 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加 那本书他后来送给我 我就没再翻了 我只是告诉你 很多人都认为 第一个名气大 那他一定有学问 Giddens怎么会错呢 你姓孙的你哪个充哪个算啊 对吧 人家Giddens都这样写了 你还会对吗 我说那我们不要讲 我们谁姓谁 你就是仔细回去看 托尔盖那个书 他怎么写 这都没有诠释的问题啊 阿孙你的读法跟他不一样 分类分成几种 这不是诠释的问题 这就是事实的问题 你怎么好好看的问题 所以这个 我后来写的书 也不太有人引用啊 我最近听说 就有人说 他的老师说 为什么这个人就对呢 你为什么相信他呢 我说你下次跟他说 我们不要相信我 我们去看孙老师所讲的 土耳干自杀论 第几页到第几页 你看有没有这个东西 我整理出来 你看有没有这东西 如果没有这东西 你当然不必相信我 如果有这个东西 那你就应该回头去看 其他讲三种或四种 他根据的是 土耳干自杀论 第几页啊 他绝对不敢说 我根据的是另外一个人的课本 他一定写说 他根据土耳干自杀论 他绝对不标页数 所以任何写到 土耳干自杀论 然后不标页数的人 你都要怀疑他根本没看书 特别是讲那么细的东西 不是说土耳干研究过一本 有一本书叫自杀论 写一个年代 那这个是正确的 因为你讲的是描述那个事实 他什么时候出版 如果你说 土耳干自杀论里面有提出了某个概念 譬如我们在台湾翻成脱序的 大陆翻成施犯 施犯的自杀 那你就说 出自土耳干自杀论 那第几页啊 这怎么还注明一个 他不是每一页都讲 L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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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嘛 这是基本的规范嘛 你可以查回去 但大部分人都不遵守这个 就说就在那里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 那这个大概也就是因为 以俄传俄 大家不读书 最方便的方法就是 那我相信前面人读的书 所以唯一读书的人 就是第一个读书的人 你要相信他 如果第一个人不读书 骨牌效应 全都没有人读书 当然我要告诉你 这件事情是非常寂寞的 因为我这本书 已经写出来多久了 现在你就看市面教科书 或者老师教书 都还这么教的 我一个人 户长难鸣啊 一犬废墟啊 白犬废食啊 你知道吗 我就是那只可怜的狗啊 好 就顺便举个实例 让你知道 你如果还认为 托尔盖认为自杀有三种 跟四种 你不一定要相信我 但你可以从我的书 讲到的东西里面 去看一下 去查一下 到底谁是那个认认真真 把原点读过的人 如果我是 Giddens不是 你就至少在这件事情上 不要相信他 不是说他就 他就没有义无是除 不是这个意思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疫情态也有这样子 好 你来看这个 回到这里 他说正如同 我们不能只从观察 一个人说着同辈 或者前辈提他 准备好的语文 就推论到整个语文 我们不能这么说 我们也不能只从 个体心灵的源头 去推论整个观点 就是个别跟整体的问题了 简单说 只能在很有限的情况下 单独的个人才会创造出 说话思考的模式 意思说不要考虑这个 这是很罕见的情况 最常见的情况 他所用 一个个人所用的是 团体的语文 他思考是团体 思考的方式 这观念呢 后来在科学 社会学里面 Merton提倡的 有一个人叫 Ludby Flack Flack 这个人在台湾的 TS 不知道会不会提到 因为台湾的TS 大概 这个中师是 这个 傅大为老师 傅大为老师跟我一样 修这个 摩登老师的课 那他修的比我多 那摩登老师课里面 就讲到 Ludby Flack 就讲到这个 团体思考 团体思考 到底是 Mindheim先说 还是 Ludby Flack说的 Ludby Flack不是一个 社会学家 但他那本书 后来翻成英文 被我们这种少数 研究科学社会学 早些人非常重视 讲到思想的 这种团体性格 所以你的思想 不是你的思想 这其实跟 Mark Schiller 我们在第一个礼拜说 所有的我 都是我们 所以没有什么 你觉得是你的思想 那都是你前辈留下来 那到一个极端 就是这个 荣格所说的 有集体潜意识 神话呀 什么都是集体潜意识 所以你很多的知识 其实已经 在你出场的时候 就是出场配备的意思 你这个是16G的 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配了什么软体 这样子 那个都是 我们这样的比喻 就告诉你那是团体思考 所以你觉得那 好像是你独有的很少 所以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自由的思想 跟独立的人格 这陈一确在讲的 这种大学的理想 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很多人 其实都受制于 团体影响的原因 所以要有一个真正能够特殊的人 真的是很困难 其他人也会排挤你 我刚刚讲那个简单的图尔干 那个事情就是这样 这都是可以查证的 这不是个人喜好的问题 图尔干讲了什么 这是可以查证的 你如果一定要用那种 那种暴民主义 认为你不会对他 我就是 我是基东斯内派 你老挤 用这种流氓式 那就不用谈学问 那这里呢 我都讲了 就是用比较流行的说法 个人的社会性是 镶嵌在 使用他的语文跟思考方式中 所以语文决定的思考 好 那他这边就讲到 讲得更细 知识社会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 团体位置会影响你的思考风格 我的意思是跟各位说 你们在这里念书 考上了这个学校 那这个学校又是 台湾最好的学校 所以你在这念书 或在这上课 你上的其实是 台湾最好学校的 最好的课程 这就是你的团体位置 然后我们教你的 就是一种 这个学校理论上 应该有的思考风格 好 他说 我们现在要强调的 第一要点是 知识社会的探讨 有益的不从 单个个人及思想开始 所以像这个 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 研究传记的 研究一个人的生平 这种我们不会 从他的个人思考开始 我们一开始都会讲到他的社会环境 不从 以便直接进到 哲学家常用的思想本身的 非常高度 我们不这样做的 哲学家 文学家 历史学家 有的人是这样做的 相反的 相反的 知识社会学 想要将思想 放在具体的历史 跟社会情境之中 然后呢 在这种情境中 分别分化出来的思想 会逐渐显现出来 所以你们看我的讲义 基本上就从他的生平 然后讲到那个生平旁边 没有他的那个年年岁之外 基本上还有他的时代脉络 然后还有他的前辈后辈 然后还有他的这个著作脉络 我就在实践这个事情 我从讲义上 在我的知识社会学 现在这个课 在我以前的理论的课 全部都在实践这样的事情 其他的人都不 都觉得生平不重要 我以前很重视这个事情的时候 竟然有人讽刺我 说你就是八卦社会学嘛 那个人那是什么外遇了 就像上礼拜 Mark Scherer的故事 你这都是八卦嘛 我说可是都有记载啊 我不是那种某种报纸那种 随便凭空想象的八卦 我念了很多书 才得到这个八卦 我念了很多书 才得到这个八卦 你认为我就坐在这想 就可以想出来的 我花多少时间念书啊 你认为不重要 我认为重要 人的生活 就生活在这里 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是这样的 人的思想 是放在它具体的历史 跟社会情境之中的 你不信 你不念知识社会学 你不从这观点看 那是你家的事啊 我从这种观点看 你为什么要觉得我有问题 而不是你有问题呢 奇怪了 在这种情境中 个别分化出来的思想 因此不是一般人 一般的人 men in general 在思考 不是这样 我们这种 讲得很空泛的一个 不知道在讲谁的那种 一般人 或甚至是孤立的个人在思考 社会学没有这种概念 所以这是什么关联主义啊 什么的 后来讲的 这在1929年 他就已经讲出来这种事情了 你后来你不读书 你就以为这东西 哎呀 这好像是布尔迪二说的吧 布尔迪二说 他是什么关联主义啦 或者什么 你读书的话 很多话别人都说过 就欺负你不读书 然后他说了 你就觉得我读了一点布尔迪二 所以老师说是他说的 反正现在有好事 全都归布尔迪二 反正他现在红嘛 对吧 所有的东西 而是在某个团体中 个人发展出独特的思考风格 style of thought 这是源自于他们对所处的 共同位置的某些 某些典型情境 无穷尽的反应 那是不能够把它归纳集中反应的 所以这种思考风格 跟他的位置 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的标题是这个 这是第一段话 第二段话 这就是我的解释 我就刚刚讲这边 你有机会去看就算 第二个 这还是第一个特点 所以每个人在两种意义上 是受到社会成长所预先决定 这当然有一点点悲观的决定论 好像你是没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一方面他发现一个现成的情境 不管你生下来 你在一个地方 这都是准备好的 不是你自己可以加以改变 你上我的课 孙老师已经设定好 那个 这是所谓的现成 另外一方面 他的情中发现要扮演的思想模式 跟行为模式 这个你要知道 在这个情境里面 这个制度 或什么规定了 什么样的思考模式 跟行为模式 我想这个应该很清楚 你到了不同的文化去 你就会知道 入境问俗 你们这边这件事情是怎么做的 因为你对于你的文化里面 这件事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所以我们非常鼓励 当老师大家都鼓励 先出去看一看 这个出去就离开家乡 离开自己的文化 离开自己的舒适圈 你就会觉得 哎呦 你就你的思想会受到考验 为什么他们是这样做事情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很多事情完全只要你说了就算 不需要证明 好 所以扮演的思想模式 行为模式 为什么他们事情这样做 我们以前从高中到大学 第一堂课 还会跟老师起立敬礼 那个班代还要很认真的 特别找南部来的当班代 哇那认真到不行啊 台北人就觉得 这高雄人 台南人 还起立敬礼呢 后来当然高雄台南人 慢慢的台大人 都变成台大人 都不起立敬礼 行为模式啊 就改名入境问俗 在这没人起立敬礼的 现在 那有些地方还是有 对老师很尊重 像我现在在两边跑啊 这个 有些地方就感觉到不一样 台湾的学生跟大陆学生 还有这台湾的同僚跟大陆同僚 略有不同 好 不过这也有时候也不能夸 太夸大 因为这个可能是个别因素 具体存在的思想模式 具体存在 具体存在的思想模式 跟集体行动的脉络的关联 具有社会意义 他说知识学的方法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他不切断 具体存在的思想模式 及集体行动的脉络 所以你的具体做法 跟集体行动是有关系的 你是活在那个脉络下面 透过后者 后者就集体行动脉络 我们首度发现社会是有意义的 其实这个特点 其实就是知识社会学的 一个基本的前提 比较像这个 比较像这个 我们讲到现在要讲 所以意思就是说 思想跟行动这件关联了 思想不是凭空诞生的了 简单讲是这样 每一个思想都有它的背景 不管你支持某件事情 反对某件事情 像现在台大最大的议题 就是到底你对于这个 没有上任的校长 到底是持什么态度 要重选呢 他还觉得就是让他上任呢 然后这个现在变成是一个政治议题 其实原来是个很简单的法律议题 就他到底选举有没有符合程序 如果符合程序了 那是不是他就上任 如果不符合程序 那是不是就应该重来 简单讲是这样 但现在好像已经不分青红照白了 只要老师讲了一个跟你意见不同 你就可以去高考书另外一个老师 那个老师就可以开始大骂子 然后这有什么意义呢 那不就是一个老师的一个意见吗 那这事情也没真正 也没让那个 让这件事情有什么任何大的改变呢 然后造成内部的意见的不一致 就算当上校长 我也不知道那校长的乐趣是什么 一个人搞了半天 最后可能当校长任期已满 只做一个礼拜你就任期已满 因为前面把你搁得太久了 那万一又没当上任期也过了 对不起啊 你的统一八票对讲过期了 好批判的感知跟控制 在前面其实有提到 也许正是思想对于 团体存在的隐藏性的依赖 及其甚至于行动之中 才使我们首次能够了解到 透过开始感知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 Becoming Aware 这Becoming 可能是那个Being跟Becoming 生成跟变化的意思 就你aware这种Becoming 而不是说我变成了我 可能就不是我这翻译的 开始的感知 这个我非常的不了解 但我不了解原因是因为 可能有两个可能 这个就是一般性的Becoming 就变成你知道 就开始你知道 另外一个 这Becoming是一个哲学的 跟相对于Being生成的 那这叫变化 所以到底哪一个 我现在比较倾向于后者 就不是开始感知 而是你对于生成 这种对那种变化的那种感知 从开始感知到他们 我们可以用新的方法 控制前所没有 这个我觉得整句话 我不是太了解 虽然这应该是个关键的话 这是其中之一 另外呢说社会科学中的 一种新型的客观性 客观性的名词 这真的也是谁爱用就用 这个objectivity Marks Weber 怀疑有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他在一篇文章里面 他把objectivity是放在引号里面 什么东西放在引号里面 就是所谓的 那他要论证这样的事情 然后这个女性主义者 在谈女性主义的这个认识论的时候 也有人谈strong objectivity 客观性还有强一点跟弱一点呢 你这是电灯吗 还是什么东西 还强一点弱一点呢 这也非常有趣 strong objectivity 因为现在objectivity在这个时代 这是一个很烂的字 基本上谁给objectivity扯上边 你就是落伍 你就是保守 你就是该被痛打的人 所以现在不强调objectivity 觉得你这个太负权了 你才objectivity 有一个客观的东西 特别是这个objectivity 通常跟男人有关 然后什么emotion 正确跟女人有关 女人都很情绪化 这个就会让更多的女性主义更愤怒 觉得你这根本就是一个 到底是真的学术 还只是用学术之名 来掩饰那种宅 性别的宅致这种事实 所以这个objectivity 真的是蛮复杂 所以好他要提倡一种 心形的客观性 要能够达到的话 达到这种心形的客观性 不是透过对于评价的排除 意思说你要客观性 不是代表你没有价值判断 就是客观性 你做自然科学的研究 这一般来讲 我观察行星的运行 我喜欢它走那条路 跟不喜欢它走那条路 这有差别吗 我喜欢外星人跟不喜欢外星人 会对我的观察有差别吗 这我要讲一下一个事情 我很注意外星人的新闻 非常注意 宇宙注意 我曾经想要在我 科学社会学那个时代 写一篇有关外星人的研究 为什么我们相信外星人 我们凭什么相信外星人 这个对思想上帮助很大 我在这张课说过 我们社会学强调的不是真假 而是信仰 相信外星人跟不相信外星人 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性格 跟不同的其他的方式 好我就在看到了网络新闻的报道 某一个媒体 这个媒体非常冷门 甚至跟某一个宗教有关系 那个媒体说天文学家观察了月球 那天发现了有多少 好像38艘几艘UFO 从那个月球表面横空而过 好我就注意这个新闻 我想为什么只有他报道了 美国政府难道是压了这个新闻吗 怕我们知道外星人有UFO 从月球表面横空而过 这是不是会造成人类的恐慌 什么之类的 我刚好有一个学生 不是我们系的学生 他在 他是台大天文物理学的 他在瑞士的天文台工作 从教师节 中学节吧 就问候我好 我说你好啊 那外星人你看到了觉得怎么样啊 有没有跟你say hello 他老是什么外星人 他说他就开玩笑 以为我跟他开玩笑 他说你的注意我们天文学家已经注意到 你的关心我们天文学家注意到 我想说你是真的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还是你们真的跟美国政府一起来 人家报纸都报道 我就把那篇传给他 我说难道不知道前几天 在观察月球 天文学家在观察月球表面的时候 有34个幽浮从月球表面横空而过吗 我就把那新闻发给他 他就一直哈哈大笑这样 他说也许美国政府 不让我们知道这个新闻 所以我们在瑞士也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我们天文学家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好笑吧 我很认真的啊 我不是开玩笑了 虽然我不相信幽浮的存在 但是我想那个报纸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篇幅 还有照片啊 还有几个小点啊 我想是不是望远镜没擦干净啊 就像我的绯闻症一样啊 老师 哎呦呦呦 根本就没闻着 我就一直打压 除非 他是幽浮派来 在我身边 一直说服我 没这个东西 没这个东西 老师没这个新闻 你看错了 除非这样 有一天我发现 原来外星人不让我知道这真相 我不是疯了吗 都是美国政府搞的 所以那种反外星人的东西 或者说有阴谋论者 在每一行每一页都有阴谋论者 那这种幽浮阴谋论 就是讲这都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重大的这种 cover up 每个政府都有那个cover up 跟阴谋论者基本上只能谈这种事情 很好的小说题材 但是绝对不是事实 他也没办法证明 他的证明说 你看所以他们都不愿意承认 所以你不愿意承认的事情都证明是有 如果你的配偶是阴谋论者 你会活得非常痛苦 你是不是给某个人出去了 没有 你看 把你的足迹都cover的很好 你都没露出马脚来 你小心有一天我抓到你的马脚 所以这个不存在的东西竟然 所以我们以前在学科学社会学 说不存在的东西没法证明 什么叫不存在的没法证明 中国为什么没有近代科学啊 不存在之间你去证明 你去解释什么呢 日常生活的那个为什么没鬼啊 或者为什么有鬼啊 这都没法证明的事情嘛 你问这问题白问 你问了我只能愣着呢 啊 啊 就像我问那个学生 幽浮横空而过 为他做作为一个天文学的人 除非他真的要瞒我 不然的话 他还只能 啊 祝你教授节快乐啊 不要老年痴呆了啊 所以不存在的东西 啊 为什么没有鬼 为什么有鬼啊 请回答啊 为什么中国没有近代科学 这些学术文章嘛 啊 为什么中国没有进到什么资本主义 才变成共产主义 然后为什么 新海革命在那时候发生 啊 要是孙中山不死 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要是毛泽东找死会怎么样 要是蒋介石怎么样 要是蒋经国玩死会怎么样 你就可以把中国历史 全部这样玩一遍 可以写成很好的小说 平行宇宙哦 哎 这已经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 好 社会科学中是一种新型的 所以要透过对他们加以批判的感知跟控制 所以新型的客观性是批判的感知跟控制 控制这一点 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慢慢抛弃了 你讲控制 听起来就是警察国家 啊 所以现在社会学 大家社会学在刚开始 孔德特别有讲 我们的了解 是为了能够预测 我们了解社会现象是为了能够预测社会 我们的预测 啊 是为了能够控制 就三阶段 了解预测 控制 这是孔德认为社会学在当初 就是一个帮助服务社会的 这控制不是坏的意思 那当然一个控制到了谁手中 就像一把刀在谁手中 一把枪在谁手中 会产生什么后果 其实跟枪没有必然 或刀没有必然的关系 这控制也是 啊 你可以把它变成很好的方向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 只图立你自己也可以推他 所以这里的客观主义是告诉你 不是排除了 就不要做评价就是那个 因为这个有关韦伯的 价值中立的概念 在这个 德国的学者啊 就是顾中华的老师 也是已故的林端老师的老师 在韦伯专家 Schlucht先生的英文翻译里面 他的所谓的价值中立是 免于价值判断的自由 Freedom from Value Judgment 而不是一般人翻的 Value Freedom 或Value Free 那在这里 Value Free 还比较不是排除 那 Freedom from Value Judgment 就等于你排除了 价值判断的自由 这就跟Maham讲的不一样 但这是Maham 这不是Marx Weber 到底Marx Weber是什么态度 一直有争议 因为Marx Weber的文笔 非常的隐晦 你不知道他那句讲的话 是他反对的话 还是他赞成的话 而且他的文章很长 他可能讲 哎呦我这段看懂了 但这段看懂了 你是看懂这段 这段是他赞成他反对呢 所以在六年代 美国人一直认为 Value Free 是科学的价值 就作为科学家 不能有任何价值判断 不能有任何偏好 我们做出来了 由政治人物 来决定政策的方向 所以到现在为止 你看政府部门也是这样 常常会请专家 学者来开会 然后提供意见 最后政府 或者长官来决定 这件事情该怎么做 这叫专家政治 这专家 就专家提供的 但如果专家提供的意见 是一致的 政府并没有做呢 这事情经常发生 然后很多的专家 就两手一摊 说什么办法呢 我们已经提供了 他不做啊 那就他的问题 责任他在身上 他扛啊 我已经说要做了 他认为基本洞见 洞见是英文的insight 只是涉及的 基本洞见之一 就集体潜意识 这不知道是不是 是荣格的说法 因为荣格用集体潜意识 这个名字很强烈 那社会学只有讲到 集体意识 其实那个字 应该翻成集体良识 因为原来那个字呢 土耳干在用的时候 有良心跟意识 这两种意思 在法文里面 就是consions这个字 早先翻译的 把它翻成英文的人 就翻成collective conscience 集体良心 后来再翻译这个 同一个版本 同一个版本的不同音译 就把它翻成集体意识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其两个 你说谁错呢 没错 每个人都只对二分之一 因为那个字本身 在法文里面 意涵是比英文的意涵要丰富 所以英文你也不能说 当然其实现在可以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slash conscious slash consciousness 其实可以做的 但这样很 那个词就很长 中文其实有这个方便 你说集体意识 集体良心 你可以把它翻成集体良事 集体是没有问题的 良心跟意识 你排列组合一下嘛 只有良事听起来还可以嘛 其他的听起来都怪怪的 所以这是我的建议 但是也是一样 因为没人提过 所以我提了 而且我又不是哪颗充哪颗算 所以就认为这东西不需要重视 我听过有人这样批评 我觉得我们只要谈合理跟不合理 你不必说英文是我说的 不然哪一天将来我变成了社会学界大黑马 你就恨当初没早听我说的 对吧 我现在不够黑 我只是被拉黑了而已 拉黑马 我不是黑马 但我可以拉一匹黑马来吧 把我拉黑了 所以集体潜意识的动机 变成有意识过程 从你没意识变成有意识过程 并不是在每个时代都会发生的 只是在很特殊情形下才会发生 那这种情境呢 是可以被社会学因素所决定的 Sociologically Determinable 这句话讲得你白讲啊 什么叫做社会学的因素所决定的 社会学的什么因素啊 如果你马上就讲 像我们说 我们现在学社会 说这是一个社会学的思考 这是我们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的问题 那如果讲这话 第一个你可能从年龄来看 老年人的思维跟年轻人的思维 这个是年龄来看 第二你从性别来看 男人会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女人会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第三你从族群来看 这一般的主流族群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他的边缘族群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第四个你从阶级来看 就上次讲到Mark Schiller 他有所谓的上层阶级思考 跟下层阶级 这是另外一个 马克思当然觉得阶级是受到 经济环境的影响 所以这个话 如果一般的就是说 他讲到这个话 你就从自己所学到的文化资源 你的文化背景来说 这个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吗 说什么呢 就是经济因素吗 他可能说不是啊 这是上次 这个 Schiller说的 有血缘啊 有政治啊 有什么经济啊 所以就看你怎么去理解啊 好你看 社会稳定与否思考方式的单元和多元 只有在水平流动啊 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流动啊 伴随着垂直流动 就也有人是往上啊 以及不同的阶层 有着快速的社会升降运动 别忘了他那时候社会学的 有些名词还不太确定啊 我们现在大概都确定了啊 一个人就会动摇一贯的想法 不再认为自己的思想是普遍而有能有效的 意思就是说你在别的阶层呆过 或同一个阶层的别的位置呆过 你就知道大家的思想方式不太一样 再翻成白话文 就是换了位置一定换脑袋 没有换了位置不换脑袋的 但是这个说法呢 是另外跟那个Paretto的说法就略有不同 Paretto有个概念叫精英流通 有意思吗 你光看这个字面 精英流通啊 就是今天政党轮替那样 今天有一群人来 然后一群人就走了 就要精英流通 从表面上来看是这样 甚至在二十五书的介绍里面 法国人阿宏也是这么说的 阿宏还懂法文啊 我不懂啊 我就看这个Paretto的英译本 The Circulation of Elite 法文有法文的念法 我就不要对乐族带袍 那我就一看 他不是这么说的 他就说 他说 当一个人 或一群人 换了这个位置以后 他会把他在原先有的那种旧的惯息 旧的什么 带到这个新的位置上 这就叫精英流通 用法文讲就叫 Ceculation des Elite 所以不是换位置 是一个人换位置 不是两群人换位置 不是大风吹那样 今天你下台了我上台 我们一般从精英流通的这个名词上 很容易顾名思义是这样 但他不是这么说的 那个那英译本就讲的那么清楚 就是一个人换了不同的位置以后 他会把旧的惯息带到新的位置上去 翻成白话文 很难听的白话文 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他那脾气那样 到了什么位置上他还是那样 所以有人说换位置换脑袋 这种人就是换的位置不会换脑袋 也不会换的他思维方式 也不会换他的什么方式 所以就像这个就有两种说法 就表示说这有两种可能性 不是哪一个一定是对的 另外一个一定是错的 所以你在现实中中也可以看到 有人换的位置确实没换脑袋 有人换的位置确实换的脑袋 他的做法他想法不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定律 就是所有人都会这样 但是我们很多人为了这个 替自己的行为卫护 说哪有人换位置换脑袋的呢 或者如果你做的事 哪有人换的位置换脑袋的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两种说法都可以 所以他说不再认为自己的思想行为 是普遍的一个永恒 你如果放宽自己的视野 你就会觉得 哎呦真的耶 我到了这位置 我已经不是这样 我已经会改变了 举例来讲我上次有说过 我一个学生念社会学的 他开了一个民宿 就在网路上 Airbnb 他很快乐 因为可以见到不同的人 但是他就告诉我 我也问他 我说你有没有不收的客人 他说我也有不收的客人 我没办法收某一个民族 某一个国家来的人 他不能收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也不知道 老师我也知道这是错的 我们是念社会学 我们不应该对 我们应该一视同仁 不应该认 但是我就是没办法 我说有没有发生过 他说老师发生过啊 我说你怎么办 我就想着借口啊 说那天已经有人订了 已经怎么样了 他说不然的话 Airbnb有评价什么的 他说那个人就很生气啊 说我当初订的时候 你并不懂 然后我告诉你 我是哪一国人 你怎么忽然间就这样 我要去给你什么付评 什么之类的 他就很纠结 因为确实是这样的 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就知道我不该这样 可是我不这样 我会受不了 这样了我也受不了 但是可以忍受 受不了 但是还可以接受 我最后就这样做 所以这里面 真的是一个大考验呢 你以前念书的时候 可以觉得说 哎呀那人王八蛋啊 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怎么样啊 你看怎么会这样 我要是我就不会这样 很多人到的是你 是在那个情绪下 你就跟他差不多 所以这也是一个 日常生活里面 接触到的例子 然后他就很自卑 老师我会 我会怎么样 我说不要 你很诚实啊 你对我很诚实 你没有对那个人很诚实 你糊弄他 但是我说 如果有一天你去某个国家 你去Airbnb 然后那家伙不给你住 因为他讨厌你的国家 他讨厌你的 你的可能有一个同胞 曾经去了 让他很讨厌 所以他恨乌及乌 不是爱乌及乌 我问你会有什么感想 他说老师 这我也知道 我就不要去住他的好了 我说那 那也是一个解决方法 好 另外呢 这个社会垂直流动 是造成一个人 对传统世界观不确定 和怀疑的关键因素 因为传统 希望你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 但你有垂直流动啊 你有这个机会啊 当然甚至有很少有 这垂直流动的静态社会 一旦有垂直流动 通常都是社会流通比较大 就不叫静态社会了 也不是一个世袭社会 我们讲的最多的世袭社会 就是印度的这个总性社会 基本上同一个 同一个总性的人可以流通 然后你不能往上流通 所以那个像 再从另外观点来看 是一个静态的社会 有垂直流动 不同的人可以到不同位置上 这个呢通常就不是静态的社会 我们都假定 现代社会是一个 社会流通的社会 但是从现在大规模的资料的研究 发现其实这种文化复制的现象 经济复制的现象 是息息相关的 从大数字来看 基本上还是一群人掌握了 社会上的主要的文化资源 社会资源 但你从个体来看 还是有人突破了这种繁离 然后达到了垂直流动的这个情况 所以白手起家 在各个地方都还有这样的故事 但你从大范围来看 这个故事真的只是特例而已 很多人还压在下层 你是很难翻身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学社会学人 就会某种程度会比较愤怒 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结构 不管这个结构 不是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结构 这个结构是一个偏差的结构 像有钱人倾斜的结构 有权的人倾斜的结构 所以有些人很务实 就不跟我们社会学家一样 觉得要改变这个制度了 他就觉得说 我就改变自己 我就变成他们的一部分 打不败他们 就加入他们 这是最快的方式 我就变成另外一个什么什么首富 像这样 好 所以同一个社会中呢 不同阶层 也会不同的方式 体验这个世界 这个跟Mark Scheller说法一样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经验也是这样 我上次也举过例子 韦伯的贡献之一 就是在其宗教社会中明确指出 同一种宗教如果被农民工工匠 商人贵族和资本不同的家里体验 不同的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有点像这样的意思 这个民主化的与思考同样的有效性 所以下层阶层 他就没有像Mark Scheller讲的那么清楚 没画一个表 下层阶层的思考方式首度获得了有效性 跟声望是拜民主过程之词 尤其在法国大革命以后 所有人都被提升为公民 公民 在中国大陆叫人民 人民是至高无上的 为人民服务 人民共和国 那我们在台湾就讲老百姓 有时候是这样的 美国就是people we the people 也是人民 看你怎么翻译 所以人民忽然间就变成 以前是皇族啊 皇上啊 你看公斗剧还是这样 主啊 奴才啊 你看这个话 多么不民主啊 现在谁就是奴才啊 现在所谓当官的 当官的也是公仆啊 你不是什么 所以这是下层阶级 在民主化过程之词 这是近几百年来人类达到的 当然有些人还是没有达到的境界 有些国家还是没有 你下层还是活得非常非常的辛苦的 在达到民主化过程中 下层阶级的想法跟思考的技巧 首度和主导阶级的想法具有同样的有效性 特别是在共产主义社会 在原初的理想就是要无阶级社会 打破上层阶级跟这个主导阶级的差别 就大家都一样 甚至在文革期间 下层阶级甚至站的最主要的位置 当然从后来从文化立场来看 是造成了很大的灾难 但是资本主义的体系 下层阶级基本上 只有在社会运动 或在某个情况之下才能产生影响 大部分时间 下层阶级在我们的社会的影响力 是非常非常小的 非常非常小的 你站在街边拿着牌子 或者卖着杂质 或者你去回收这个废纸 做清洁环保 这个都不太有人会对你多看一眼的 所以这个很现实 这种社会是很现实的社会 有的人就觉得改变制度可以改变一切 有人觉得改变自己快一点 改变制度太慢了 那接下来讲知识分子 这是一个知识社会里面很重要的主题 所以每个社会都会有一个社会团体 特别的任务就是要替社会的 这个社会的世界提供解释 这句话 如果你读过马克思你就知道 现在重要的不是解释这个世界 是要改变这个世界 他就是提供解释 改变 改变让下层阶级去做吧 我们人民先锋队躲在后头 等你完了以后我们替你解释 这是人民民主的革命 这是人民的胜利 我替你解释 厉害吧 所以我们称这些人 叫做intelligentsia 这是从俄文来的 所以他用的不是intellectual 但是他intellectual 在后头有做 所以intelligentsia 一个社会越稳定 这个阶层就越可能 获得一个清楚 划分的地位 或者在僵固的阶级制度 这就是总性制度 有时候用英译 叫做科斯特制度 cast中占有一个位置 所以呢 譬如说巫师 巫师就是最早的知识分子 波罗门在印度 然后中古时代神职人员 都被认为是一个intellectual strata strata是stratum的多数 这tum s-t-r-a-t-u-m 是单数 单数变成多数strata 这是一个不规则的 词类变化形式 所以这些人 在历史上都被认为 是知识阶层 每个人在其中社会 也享受 形数该社会世界观的 独占控制权 所以在比较原始的部落 巫师讲一句话 那是一言九鼎啊 现在巫师知识在当中社会 是等于垄断的 是因为形数该社会世界观的 独占控制权 而且也能控制 是否要对其他进行世界观 加以重建或妥协的控制权 那现在什么叫知识分子 说有知识的人叫知识分子 那这个定义是没有意义的 受过教育的人叫知识分子 那你在教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之下 那是有意义的 比如在民国初年的大学教育 或者在这个专制时代的科举制度 那都是有意义的 现在谁没受过教育 在台湾大学录取率已经 高达百分之九十几的时候 谁没大学文凭啊 如果你用这个测量的方式 说他如何 你如果测量他有知识 看他大学文凭 那全台湾满街知识分子 每天都得撞死几个 一坨拉库的这个知识分子 所以这个知识阶层变成是很重要 但最重要的概念通常不在这里 再有另外一句话 知识阶层两种影响力 第二个影响力的垄断 是跟日常生活中的公开冲突是有具体的 因此也有经验哲学中的学院派 跟无生命的意思 就那种经验哲学是离生活非常遥远 跟生活没什么关系 我们常常有听到说 这些人活在象牙塔里面 有几个人看过象牙塔 所以你活在里面你当然不知道 你们这些教授都是活在象牙塔里面的 象牙是稀有动物 我们现在不能够用象牙 所以你可能要改别的塔 希望不要用象牙塔两只 就像说你不要用什么冰山的一角 现在冰山融化了 也不要讲冰山御饭团第一口 是比较符合我们日常生活经验 所以总而言之 所以我们这些人常常被说 哎呀圣啊圣啊圣啊 你不食人间烟火啊 我觉得林青霞才是不食人间烟火 对吧 人家电影明星 那活的结论跟我们不一样 我上礼拜我们在这里说过 那个贵妇一个月多少钱 对吧 今天又碰到另外一个人 我又测验了这个 他说三十万吧 我说你看 我们这些人认为贵妇三十万就可以活 你看我们管众之气小灾啊 真是 三十万我们就能活 人家 十秤啊 诚实的人呢 乘以十倍 懂吗 所以你将来说我是诚实的人 你那么诚实 不是 我希望我赚的是现在十倍 现在我都自称我是诚实的人 我希望我赚的比现在多十倍 好 这段大概就是 对 他就说从社会学观点来看 近代的决定是 近代大概 讲的大概是 从信仰来讲 很多是从 地理大发现开始 那 中国的近代是指鸦片战争以后 所以同样讲 英文讲modern这个字 大概差了好几百年 跟中古时代相比 教会对于世界的诠释 不再是教师阶层专利 以前都是由教师来决定 所以有一个科学家说 哎呀地还在动啊 叫切利略 抓起来 乱说 切利略就被审判的时候 还说 可是地还在动啊 老人家你这个 八经生政啊 不是地动 是你自己八经生动 可惜那时候的这个 审判官也没那么有知识 不然的话这事情早就不一样 所以一直到了几百年后 的教宗才承认 他切利略是对的 咱们当初搞错了 すみません 就这样 你搞错了 我相信有一天也有人会说 徐老师当初发现了这个 土耳干说自杀是三个城市 哎呀他真是先知啊 我们搞错了 すみません 我希望有一天是这样 我就含笑九泉啊 好将这些封闭的 跟组织严谨的知识阶层 这不是谁都能进去的啊 你必须是有这个 非常限定的这个会员制啊 取而代之的一群 自由的知识分子 这里也是intelligentsia 这一群人的特征 这是知识分子的特征 从不同的社会阶层 所以社会阶层 知识分子是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 跟不同的生命情境 当然具体而言 什么叫life situation 这是没有解释的 从招募而来的 募兵制看起来是 他们的思想方式 不再受限于 僵固阶级组织的管制 由于缺乏自己的社会组织 没有自己的社会组织 因为他不是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 知识分子透过和世界上其他阶层的公开竞争 来争取他们的经验的跟思考的方式 能有听众 意思是他是靠着自己的公开的方式 然后用他的知识来争取听众 争取听众是一回事 很多是争取老板的赏识 我们看到比较多是像类似这样 好 那句重要的话也没出来 这里是讲的是西洋历史 教会对于知识垄断一旦崩溃 前所未有的知识上丰富 就开始突然绽放 所以知识千万不能够被垄断了 这一定要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当然这是文革的话 非常讽刺 因为后来 引蛇出洞以后 所有出来的那些人都惨了 在文革期间 知识分子死得非常难看 我要是在那时代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死 然后各位修课的人 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跟着我死 懂吗 你们那时候一定要大声说 我当时就看出他不是好东西 你这样就有机会活 在那个时代 我们希望这个时代 不会再发生了 如果再发生的话 各位就尽量自保为主 如果你们中间有人那个 我就自保了 我那个学生我当时看他不是好东西 懂吗 咱们到时候不行的时候 我们就全辨一下 彼此这样互骂 为了生存呢 对吧 好 那这个文章就是 它作为导论 好 这个里面呢 就把意识形态 这专题 其实在讲意识形态 ideology就是 这个意识形态 后来有很多种研究 最有名的那篇文章 是有一个叫 George Lichtenme的人 所写的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后来说到一本书里面 那篇文章非常长 我以前看了 然后对于一个思想史的研究 对于ideology 这个字 历来有什么解释 有什么的 做了很详细的分析 那他的这个 这个Mindheim 对意识形态的看法 其实非常独特的 独特到后来没有人用的 你知道吗 就独特到这个地步 对吧 所以后来他的意识形态 又跟ideology 他的ideology 跟utopia 是并起来 是一对概念 交不离梦 梦不离交 不能分开的 后来讲意识形态的人 几乎没有人 只有后来 Paul Rico 那个法国哲学家 写了一本书 是把意识形态 乌托邦再搞在一块 除了他之外 其他谈意识形态的人 都不谈乌托邦 所以他说 这意识形态的第一层分类 第一层的分类 是片面的跟全面的 这total跟这个particularistic 片面的分类呢 在相议跟相同之处 就对方话语的部分内容 你说你有一些东西讲错 不是说你全部都不相信 你有一些东西是你的意识形态 然后呢全面的意识形态 你这个人根本从头到尾 没有一个东西是对的 所有的概念 所以这是片面 这是全面 所以为什么有这个名词 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第二个 讲片面的只有心理的层次 这个呢 就是全面的讲理论的层次 或理解的层次 这个字是个非常罕见的字 Neological 不管在原来德文 或者原来的这个 翻译的英文 这个字一般以前 我们用字典的时候 是查不到的 非常罕见的字 要极大的字典才能查到 有这个字的字典 那大概就是很重的字典 你可以用来每天练 拿到来雅铃来练 每天查一个字 我保证你一个月后 你的那个什么 几块鸡了 或什么的 这是理论跟理解的层次 这比较高的层次 这意识形态 这是心理的层次 第三 片面的是跟利益有关的 利益是某种谎言 或欺骗的原因 为什么有人要欺骗 他简单说 那是因为跟他利益有关 老板这个梨子甜不甜啊 这水果甜不甜 甜啊不甜 不甜你就不要买 包甜我跟你说 不相信你试吃 在很多场合 真真假假 我不知道 有的时候他给你吃的真甜 真好吃 他卖给你的 他自己都不知道 有的老板很客气 你要买西瓜是吧 来 我帮你听听看 登登登 这个声音好 你买回去包准甜 这个我觉得五十五十 你知道吗 那机会 有的时候买回去 你没有马上吃 也可能你摆酒了 所以他变得不甜 或者这个是有什么原因 他不甜 好 这是跟利益有关 跟他的利益有关 不同社会背景的思想 社会情境跟观点 还有什么统绝总体 这个概念 听说是一个康德的概念 我听人家说 但我也没查 叫aperception math 听起来非常怪异的一个字 这个是全面的 相同处 这两个的片面跟全面 都是不以对方所说的 当成他的意思或意图 你说了 我听到了 但我觉得你这是糊弄我的 而是间接分析所处的情境 了解他们所说的 你做生意人嘛 你当然说 你说的东西好啊 你老师啊 你当然觉得什么 教育很重要啊 你教社会学的 你当然觉得社会学很重要 不然的话 你们系垮了嘛 你就没职业了嘛 所以你好歹都糊弄我们社会学是有用的嘛 有的人就这样 这就要意识形态 不把我讲的话 当成认真来看 而且分析你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这就是从那个后摄的层次 这第一层 第二层呢 又可以再分全面的啊 又可以再分成特殊的跟普遍的 就没那么多可以比较的地方 好 又第三层 普遍的这个部分 ar argumine 或者general 一个分成平价的跟非平价的 这vered flight 就是 所谓的value free 这里他翻成non-evaluative 你如果不知道德文 你就以为这是另外一个新的东西 你知道德文 这就是 那麦克斯瑞伯所说的value freedom 或value free 翻成英文的话 vered flight 然后把它变成名词叫vered flight height 所以有时候透过翻译 变成另外一个名词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这两个原来是同一个东西 好 你不知道那个人叫他苏氏 然后另外人叫苏东坡 其实同一个人 好 你就觉得 哎哟 苏氏跟苏东坡见面了 这不是搞笑吗 好 这我的整理就把那个画了一个图 这个 所以这是全面的跟片面 全面又分成普遍的跟特殊的 普遍就分成评价的跟非评价的 就这样 那这是三层 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三明治 三层的 好 那两种限制性 这限制性 德文叫gebundenheit 可这也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 所谓的限制 所谓的决定 什么意思 这里有一个 后来因为从德文来看 才注意这个问题 原来的英文 这个问题并没有被读者中了 就存有的限制性 science gebundenheit 这跟你的存在有关 英文翻成situational determination 竟然不是 这个science 通常翻成existence 生存 存有 所以如果现在翻 可能会翻成existential determination 受到你生存的状态的影响 而不是情境 我们现在讲的情境是人跟人互动的时候所处的一个状态 那生存可能跟你的整个大环境有关系 这是比较当下的 在英文翻译的时候好像就有滑落了它的意思 另外立场的限制性 standhold standhold就是standing position 就你在社会的位置 简单讲 给不能害就是限制性 然后英文翻呢 就翻成bound up with the concrete position 这就standhold 就变成你的具体的地位 位置 所以这是两种限制 有的是比较广泛的是受到你存有的影响 你在哪一年生的 你是哪一世代的人 所以后面会发展这个东西 你在哪一个文化生的 这是最大的 然后立场的限制就是 你生在什么样的年龄层 你生你是在什么样的年龄层 你在什么样的性别 你的这个族群 你的阶级 阶层 我们简单从现在来讲是这样 所以你是男的是女的 基本上你的想法会受到这种限制 你是有钱的男的 有钱的女的 老的男的 或者老的女的 你是某一个族群的老男人 还是老女人 或者你是有钱阶级的老男人 或老女人 是不一样 简单讲 你的思想是受到这个社会因素的影响 gebundenheit seinsgebundenheit 跟standholdgebundenheit 这篇文章大意是哪样 另外第二篇 这个是真正的第一篇文章 就政治当中科学是否可能 其实不是 这是原来的德文的翻译 英文不是这样翻 刚刚前面有 就理论跟实践的问题 这里面他讲什么呢 这是刚刚那个解释 这里面他讲什么呢 主要讲的是一种历史的一个考察 就19世纪到20世纪以来 理论跟实践问题的五种理念型 理念型也是马克斯福的概念 然后他就把这个历史呢 做了一个历史社会学分析 在历史学家常常觉得我们社会学都在找类型 历史学家重要的是材料的问题 觉得我们社会学家都不直接去看材料 就把它分成几个类型 然后就觉得历史按照类型来走 他就觉得这是我们跟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同的态度 另外第一个叫做官僚守成主义 就是bureaucratic conservatism 那这官僚守成主义就没有翻成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就会被认为是很落伍的 守成主义至少他对传统是尊重的 所以保守主义者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落伍那个 因为他对传统价值是比较重视的 所以翻成守成是比较好的 但是历来的那个维新派或者比较现代派 都要把遵守传统人家打成那个落水狗 要痛打成落水狗 那你知道传统是无恶不赦的 这个在世界各国都一样 你只要守着传统 人家就会说你是落伍落后 像民国初年还绑留着辫子 顾鸿鸣 他的英文其实非常好 因为他是华侨 他从小就在国外念书 可是他到了在民国初年又养小老婆 还特别喜欢女人裹小脚 有西方文明的想法 他竟然 竟然竟然 对中国传统那么重视 这个反差太大 尊重传统人就说 你看 这老小子出国看了世界 最后还是发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吧 所以你看 同样一个顾鸿鸣 就可以备用来说 你看中华文化多伟大 跟你看西方这个人的虚伪什么之类的 学了半天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官僚守成主义 第二个叫守成历史主义 conservative historicism 具体意义什么 他在文章里面有讲 我只告诉你 他是做的这样分类 第三个是自由民主阶级思想 这大概就变成在法国大革命以前 卢梭啊 洛克啊 孟德斯鳩啊 在一般西方政治思想史都会讲这样 然后最后马克思出现了啊 还有早先是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啊 就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概念出现 然后这是到了二世纪的时候 有法西斯主义出现 这就是他那个时代 他那个时代 能够在自己的时代 就发现了这个历史的 这个发展的这个脉络 这真的是非常不简单的 我们现在在台湾 有多少学者或思想家 已经看出了台湾现在跟未来的关系 跟过去的关系 跟过去的关系 有多少人看出来 我觉得好像很不容易 好 那三种知识社会学 第一 因为政治的跟历史的知识 经常受制于生存方式 seinsgebundenheit 跟社会位置 standortgebundenheit 这两个 跟你的生下来的那个 看你生在 含着金汤池出生还怎么样 或者将来出生的 你在那个阶层 你的位置 社会位置 有些人就因此倾向于 否认获得真理跟理解的可能性 所以你要是很酸很酸的人 你可能就是在这社会上受到残害的人 你不相信这种东西 你如果相信社会主要讲 你可能是他的受益者 譬如说考上台大的人 你可以有资格说 哎呀台大真的不像我想像的 你到台大来修课 你也说台大学生竟然是这样 好所以这个否认 当然有人承认有人否认 所以这跟你的生存位置 跟社会位置有关 第二 认为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在揭露 跟分析每一种历史 跟政治观点中的社会等式 social equation 这equation 其实就告诉你说 你的设想社会上面 是不是有什么什么因素等于 这是用一种数学的比喻 比喻 也就是将评价的 跟受制于利益的因素 从知识中排除 后来有些认为这是不可能 尤其在后现代人 使其不要成为错误的根源 并达成一种非评价的 超越社会的 超越历史的 客观的有效的真理 这是启蒙运动时代的想法 这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 在讲的知识学 基本问题的时候 就有那个启蒙时代的知识观 相信有一个超越社会 超越历史 客观的 非评价的这种真理 第三 政治的跟历史领域中的 意志因素是强烈重要的 很少人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社会学里面谈意志 只有这个Tunis 在提到了 可能这个意志又不是 一般教会的时候提到 一般都提到他讲到 这个Gamond Sharp 跟Gazelle Sharp 有人翻成 理俗社会跟法治社会 在根据日本翻译的 台湾翻成社区跟社会 我通常为了觉得 这是一个 一对特别的概念 虽然用的是普通的字眼 我建议翻成社会体跟共同体 我们现在Community这个字 有翻成共同体 那为了跟它搭配 表示这不是一个普通字 而是它的一对概念 那既然用了共同体 你就把它翻成社会体 这样就非常明显的 你讲社会体的时候 虽然用的是社会的概念 在德文里面是Gazelle Sharp 在英文是Society 在中文你只好 再用社会这个字 人家就看不出来差别 这是它的专用字 可能给它加一个它的符号 会比较好 就加一个T 配合这共同体 所以它就分出 这两个不同的体 这共同体跟社会体 就有两种不同的意志 一种叫理性意志 一种叫什么意志来的 我现在刚好忘 你可以去看我的古典社会学理论 讲到Tunis那张 那张好像跟Paretos 合成一张的 去看一下在那个分类上 所以它说这意志艺术很重要 但是很难和正式在社会学思考中加以区分 这个意志有些是人的因素 有些是社会的因素 因为在法西斯里面 法西斯我们现在当然觉得他十恶不赦 但如果撇开这个十恶不赦的这个道德判断去看 法西斯的内容是什么 法西斯有强调意志的部分 就人的意志力量 这是很重要的 意志跟力量 这个早期在台湾 我还在念书的时候 常常也有标语口号 然后我出了中正桥 那个标语口号就有几个 我到今天都记得 我那时候住永和 国家至上 民族至上 现在你看不到这标语 你在大陆可以看到这种东西 我在大陆很熟悉 就是这样 跟我的年轻时代差不多 所以我去那等于烦恼还童了 真的是烦恼还童 第二句话 意志集中 力量集中 我以前不懂啊 这句话都很好啊 后来看了那个法西斯的书 我是为了研究 不是信仰 我说 诶 这不是我年轻时候 那口号吗 所以国民党在一九三几年的时候 是以法西斯为师的 在没有跟对日抗战开始前 新生活运动就是希望 从精神力量 然后来反过来影响着 全部人民的生活的 就是强调意志 强调力量 强调民族 强调国家 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因素 如果我们不要打法西斯主义 你这听起来都是 对中国人来讲 这种集体主义的信仰 这是很对的啊 没有强调经济事实上啊 没有啊 我们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当时也不够资本主义条件啊 所以有时候各位 撇开了这个框框或者标签 你去看具体内容 你会吓死你 人类很多想法 原来是那么好的 可是为什么在实践的时候 可以滑落到那种地步 为什么会变成法西斯那样 然后对其他人的这种迫害 对其他人的这种不尊重 对人的不尊重 甚至觉得有些人是敌人 所以他既然是敌人 他的生命就可以不要被尊重 现在讲移民也是一样啊 他们从他们国家逃来 他们为什么不回去啊 占领了我们资源 这听起来都对 那很多老百姓也会觉得 对啊你回到你国家去啊 你宗教跟我们不一样啊 你的政治跟我们不一样 你回去努力 把你的国家 改造成我们的样子嘛 你回去嘛 你在这儿能干嘛 吃我们的福利 所以这个在欧洲现在 这种思维又再起来 这都是新法西斯主义 意志集中跟力量集中 当然跟这就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在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所谓的 民族意志的问题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忽然间一群人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然后民族主义行起这样 所以这是我越来越老 不是我要当越老 这是口误 年纪越来越大以后 观察社会整个历史 整个我经过的事情 发现真的 这个思想的领域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微妙 好 最后他讲了 这我就弄了很大的字 因为这个也不复杂 因为就是那么短 知识社会给我们一个基础的 这个知识 并不能免除 我们要自己做决定的责任 所以所有的行动 都有责任要负的 别人不要别人替你负啊 可是我们看到 你看到政治人物 常常讲 这不是我的错啊 这前朝的错啊 这不是我的错啊 他撒谎啊 这个我有派人去接啊 那都车都进不去啊 怎么办呢 这不是我的错啊 他死了我要负什么责任呢 免除我们自己的责任 他连自己的责任在哪都不知道 然后现在政治人物 常常不知道自己的责任 这能怪我吗 这台风太大了啊 所以就淹水了 我说35年不淹水 我说多少年不淹水 那是从什么什么假定来 如果那个降雨量不到什么的 那老百姓听这个 你就干脆不要讲 当初就不要讲说 我们35年不会淹水嘛 你就干脆每天说 我们都会淹水啊 修了以后还是会淹水啊 你这样讲淹水以后 没人怪你啊 因为你已经知道 他会淹水了 对吧 你就讲说 我修好了 绝对不会淹水 那人家当然怪你了 我要当政治人物 我做法就不一样 咱们这次修的 还修的不完 所以绝对会淹水 请大家大雨来的时候 准备小船 我准备给每一户配一个橡皮艇 然后每一个小孩 有一个救生圈 所以来的时候 至少你都还可以活着 然后我大概配你几个干口粮 至少活三餐 三餐以后 我们派国军的云豹车来救你 我保证会做很好的长官 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救不了你啊 但是我可以给你粮食 我没骗你啊 我没骗你说不会淹水啊 骗你不会淹水 你就卸下心房 我告诉你会淹水 对吧 那我就不要 就随时要警惕啊 对吧 你看多么伟大的政治人物 我要是不当台北市长是没天理的 好 这当然都是开玩笑 你应该知道 好 三种伦理的历史 这非常有趣是因为 韦伯讲了其中两种 他淹了一种 韦伯讲了这种心知伦理跟责任伦理 有些人信佛的啦 在宗教上面 或者觉得自己很那个 哎呀 咱们穷人就这个命啊 认命啊 对吧 哎呀你还想考上台大 咱们家念书都有问题啦 这种宿命论伦理 经常在这种下层阶级出现 因为他觉得他很难改变这些状况 所以你如果是那种不信邪的人 当然你的伦理 你就不是信这种宿命论理 第二个心知伦理 认为人类自己的自由跟意志 在社会上有所作为 这你的个人主义要很强了 我相信我的真理 然后我去做 这通常发生在 根据有个说 发生在殉道者 在宗教 西方宗教里面殉道者 这个或者现在观念 可能发生在雅思伯格人身上 因为他不管别人怎么想 他自己就做了 责任伦理呢 这是比较被推崇的 特别政治人物 你的行动不仅要符合良心的要求 你要对得起良心 而且要考虑到行动的可能后果 特别是事先可以计算 很不幸的 我们现在考虑这个的时候 都是考虑到行动的后果 特别是事先可以计算的选票 我觉得在民主国家 就看选票啊 我这样讲你会投我啊 那些不投我的 那我算了吧 反正他不投我 我算一算 他也不会影响我 我只要一票就赢啊 我干嘛让讨好大人 我就讨好那个 我的客群就好 特别是年轻人 讨好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会投票啊 老人家天气不好的 不会投票啊 讨好老人家要什么用呢 老人家可能还会盖错章啊 对吧 这次选举要盖多少章啊 对吧 就保证老人家混头啊 所以这个选举是个阴谋啊 哪有选举要拿到两两 二十多张选票什么之类 这老人家怎么拿呀啊 牵手观音还可以拿啊 他手多啊 老人家拿二十张到时候 怎么怎么盖章都不知道啊 好良心本身要受到 严格的自我批判 这是很高的标准 谁批判自己的良心呢 都批判别人的良心 以便消失所有盲目的 跟冲动的运作 所以你要有这个理性的计算 简单来讲 另外呢 你还要有克制自己 你要自我批判自我反省 有多少人 政治人物 是自我反省的 古今中外 我不是讲现代人 讲现代人就把格局讲小 所以这个 不要讲别人啊 或者到我们身上 当我们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先把手 往别的人身上指 你知道 这个有社会心理学实验啊 实验小朋友啊 一群小朋友啊 然后有做错事啊 做错事了以后呢 里面研究人就说 哪一人做的啊 大家都指 从小就会撒谎 大概三岁以后就会撒谎 都说我没有 我没有 这事情到现在不是这样吗 你三岁人有撒谎的本能啊 或者学习啊 看你怎么说 所以这是三种伦理的历史类型 其实也是三种人生的选择 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说 哎呀你怎么那工作你还做 哎呀混合饭吃嘛 那没办法嘛 这不对的事情 哎呦你讲成这样不对的事情 我还每个月拿薪水呢 我如果就这样就不做了 老娘就老子就不干了 老娘就不干了 领薪水是谁啊 这不是你了 这反正也不是我要的啊 上面规定的啊 那我就去做啊 对吧 你就放弃你的责任了 符合你的良心吗 这样做对吗 唉 最好把良心摆一遍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那个庶民的伦理呢 其实是非常强烈的一个伪装 最近中国大陆有一个大书型的电视明星 或者影星 最近爆出小四小五这样 然后大陆的媒体把这个称为人设崩坏 说他是暖男行 这两个字很难念 暖男行的人啊 怎么忽然间就小四小五 然后就剪接了他曾经受访的一段影片 然后说他就说不是有人说过吗 这个人就是最有名的就是施明德主席 在台湾的民进党主席 他也很多绯闻啊 他说我这个人呢就是不主动啊 那些我发生过绯闻的女孩 都不是我追他们 都是他们追我的 我不主动 不拒绝 他跟我上床 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 那床在那啊 不负责 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 那个暖男也说了一模一样 我那天看了短片啊 我说嘿嘿 这不是他说的 这是我们施主席说的 还是这有共同的来源呢 有一个渣男什么手册呢 渣男手册 三不 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 他讲的头 那以前也有人犯的错啊 很有名的人啊 影坛大哥啊 然后就说我犯了全天下男人犯的错 在这个电视播出啊 我们家三个男人在吃饭啊 然后我太太还是谁就说 没犯错 男人举手 我跟我爸我弟我 我们三个男人就举手啊 那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我们不是男人 如果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然后你竟然没犯错 所以你不是男人 对吧 啊 就开玩笑就开到自己头上啊 好 那这个知识分子啊 他在这个知识分子 他就 这原来是他 韦伯的弟弟 Alfred Weber用语 英文翻译叫 Socially Unattached Intelligentsia 第一 Flysch Flysch就 free Webender 变化的 就是说没有附着的 就是他的自由自在 不依附在任何人身上的 Intelligents 这是德文 就翻译英文叫 Intelligentsia 然后后来有人就不分清空照白 就用了Intellectual 共同特征 就这些人都是受过教育的人 共同教育传统啊 压过了出生地位财富 职业跟财富上的差异 就这可以把你世袭的那个地位 全部盖过去 因为教育就有这个拉平的功能 教育有这种脱贫的这个能力 这是对教育最正面的看法 当然现在从这个Budieu以后 都告诉你 教育就是再复制 经济再复制 文化再复制 教育拉平 那都是骗你的 变成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好 因为他们能够适应任何观点 他们知识分子 并且选择所依附的阶级 所以知识分子可以附着于 他原先所不属于团体 所以他就像一个 秘密封 然后你哪里有糖 或哪里有甜味我就去 我这样比喻不知道好不好 如果不好就别相信 你自己找个比喻 其他人很难超越阶级的界限 农民啊 商人啊 或者贵族啊 但是我们知识阶级 因为有教育 所以很容易超越我们的界限 所以我们可以变成狗腿知识分子 就跟贵族跟当权者在一起 我们可以变成这个工农兵的代言人 下层阶级的发言者 我们替他争取最大福利 所以很多运动呢 你就看到社会系的学生在前面 你干嘛在前面呢 你又不是农民 你又不是什么人 你又不是什么人 我们替他发言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权利 他讲话讲不好 我们来做 帮你做海报 帮你做策划 帮你发脸书 帮你发这个 虽然他们可以自由选择 跟某一阶级结合 但并不能免除该阶级 原有承认对他们的不信任 你不是我们阶级的人 你这么搞我们的事啊 你是干嘛 图谋什么呢 正好说明知识分子 虽然可以同化成某一阶级 但仍然受限于他们自己的 心理跟社会特质 我以前有一个认识一个人 他做工人阶级的那个 就跑去工会去那个 他怎么看都像是国民党的特务 他喜欢穿深色的裤子 跟白色的衬衫 那时候国民党的人 党工都是穿的那样 然后他又外省气很强 完全没有乡土气 也不跟人家吃槟榔 也不跟人家这个 外省气太强 所以他每次去哪里 人家都躲着他 他说我台大研究生啊 所以他就很难做这个工人运动 你的工人运动 好歹穿牛仔裤嘛 好歹搅个槟榔嘛 好歹怎么样嘛 对吧 就像你要研究 那个你的 你要跟你的研究对象 某种程度在某些地方 要配合一点嘛 好 所以这个知识可以通话解释 但是还是那个 因为他们还是有人觉得 哎呀你们读书人啊 你就算摇了槟榔 怎么一看也知道你是读书人啊 怎么会 你怎么会跟我们一样 这样 那你为什么来研究我们 那有钱人也是啊 就看我们这些人 你来做研究 他有的很高兴啊 也曾经有过 真的有过 有过一个老师啊研究这个 头家娘啊 这是一本书 研究中部地区的 中小企业的老板娘 这老板娘每天怎么过日子 那他就跟这老板娘 大概某种程度 已经那个界限 到底是访谈者跟受访者 还是变成朋友 这个界限大概就越来越模糊了 所以到时候你在写的时候 你到底在写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 还是写你朋友 这就已经失去了那个 那个该有的位置了 所以那本书写出来 就少了批判的味道 好像那些有钱人做事情都是 哎呀好辛苦啊 什么都没有值得任何批判的地方 所以那是一个很可惜的部分 而接下来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Mindheim自己说了 但是没有什么人相信 因为他说不清楚 因为那时候有 早就有这个 哲学界早就有相对主义这个名词 相对主义对某些人来讲 是很不负责任的想法 什么都相对的 那这句话是绝对的 什么是相对的 什么都相对的呢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这种走到极端 所以他说你这个知识社会学 说知识跟社会情境什么有关 这就表示你是相对的 他说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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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强调知识跟其他的东西是关联的 这跟博地位没有太大差别 博地位强调一个什么什么的 这个跟相关联的 也是relationism 他叫sociological relationism 社会学的关联主义 或者关系主义 当然如果你看中国人强调关系 relation是关系 所以这就是关系主义 那不是那是已经是用另外的字 那所有的理事思想 受到思想家生命中具体位置的影响 这已经是某种程度的废话 但别忘了 这concrete position 就是standhaltsgebundenheit 就是他的立场的问题 而不是他的sciencegebundenheit 不是他的存在的这个限制性 好 那关联主义跟这个有什么差别呢 你看他自己讲 讲完了还是没人听懂 一 关联主义 不假定有个绝对真理 那相对主义也是一样 可以 没有一个绝对真理 可以独立于主体的价值 跟地位之外 而且还不受到脉络的影响 没有这种东西 没有那种贫困而生 不受任何影响 没有 相对主义也是一样的意思 第二 在一特定情形中 所有的意义要说 都相互有关联 它不是一个单独的 它跟其他关系有关联 而且他们的重要性来自于 他们是某一思想架构中的相互关系 你就像我们的那个中国人的亲戚 亲戚关系那真是很复杂 你对那个人来讲是什么关系 你就在一个关系网里面 而且要讲中国人 讲亲戚是最好 要了解的 第三 不表示没有对错 因为相对主义 好像就没有对错 而是要从某一个特定情形观点 就要明白 所以还是有对错的 看你从哪一个观点来看 这是观点主义 观点主义 或者讲相关主义 第四 当假定有个老旧和静态的永恒 而不受观点影响的真理观 就是eternal unperspective truth unperspective就是不受任何立场 所有立场人都一样想法 不会因为立场不同 不同想法这样 不受观察的主观影响 这时候相关主义 就变成相对主义 他认为相对主义就是这个 那这个就是他跟相对主义 relationism跟relativism 最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他认为不受这个影响 不受这个 这个就变成相对主义 可是大部分人了解相对 并不是这样 所以他虽然说了 并没有太多人采纳 只是告诉你 这个跟那个是有关联的 好这个另外一篇文章 叫做乌托邦心态 前面那篇叫做 意识形态嘛 对吧 乌托邦心态也是一样 他认为意识形态 心态跟乌托邦心态的不同 跟相同的地方 同就是 这些东西都是跟现状不符的 好不管是意识形态 乌托邦就是跟现状不符 相应的地方 意识形态顺应当下情境 所以这个意识形态家 就是要把这不合理的讲成合理的 让大家能够在现状之下 这个安稳的生活 那乌托邦心态 就意图改变现状 我们讲的这个 或马克思主义讲的 乌托邦的社会主义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一个是改变现状 一个是不改变现状 这跟韦伯的分类 顺应世界跟改变世界的这种 跟世界紧张或顺应 其实某种程度分类很像 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 但是呢 现在也没什么人 根据这个分类 来继续往前发展 或者应该说我读的很少 我读的数学没有这样的东西 然后区分判准呢 现实所在的阶段跟程度 这是一个判准 才能看出它是意识形态 还是乌托邦形态 在朝跟在野者 由于立场跟观点不同 对两者的界定会不同 这个非常清楚 在我们台湾的经验里面 你在朝在野的时候 你就骂在朝的人 等你在朝了 你做的事情 跟你当初骂的事情 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是换人被骂而已 或跟换骂人的人 当然有人骂人比较行了 有人骂人比较不行 这也是差别 第三 在现实生活中 各有一是非是很难区分 从过去历史来看 实现与否是个不错的判准 到底这东西能不能实现 不能实现的时候是乌托邦 实现以后变意识形态 这很多政权都是这样 一旦没有的时候 都讲得很好听 一旦你掌权了 当初你获得权力的各个方式 全部被阻挠 第四 如果事后证实扭曲了过去 或潜在的社会秩序者 就是乌托邦 在后来多多少少实践的 就是乌托邦 所以这里要拉长时间点 才看到 你怎么知道 它是扭曲了过去 跟现在的社会秩序 你怎么知道 像我们在台湾现在 什么东西是扭曲了 我们现在的社会秩序 现在执政党的说法吗 还是现在在野党的说法呢 如果我们要从政治上来看 那从历史上来看 又要怎么去看这些事情 所以这也是概念上 有时候概念上你容易区分 实际上你很难找到对应的例子 这是做学习研究 有时候很麻烦的地方 然后他说三种意识形态 心态就是思考主题 并不了解他的行为 跟现实不符 并不了解 这个不了解呢 有时候是有意的 有时候真的是无意的 比如说政府官员认为 最近的经济有好转 我们的经济你看数字 确实从那数字来讲 那官员如果明年 睁着眼说瞎话 我有人家幕僚给我的数字 是这个数字 我们的平均收入是几万块 你没拿到那是你 平均收入有人拿到了 对吧你是平均数以下的 我有证据啊 这是我们的统计数字啊 对吧 那这个你从 你从 官员来讲 我并没有觉得我跟现实不符 那是一个你 这个作为一个老百姓 你没拿到那个钱呢 你就觉得 怎么我没拿到这个钱呢 所以你会觉得跟市场不符 是因为你的位置不一样 政府官员觉得我做得很好啊 我做得那么好怎么还骂我呢 这一定有假新闻吗 就他的逻辑是这样来的 虽然有揭发思想的行为 不一致的机会 但是却因为某种主要情感上的利益 加以遮掩 你们知道是错的 要承认吗 不要承认吗 有录音带了 那承认吧 没录音带就算了 有录音带 你就下台了啊 然后那是他个人行为 跟本会无关 那就划开 你不是很清楚吗 这讲的好像是某一件事 将来这个影片放出去 你可能碰到另外一件事情 可能都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类型 这其实不是一件事情 再讲一件事情 这讲那一类的事情 还有意的欺瞒啊 明明知道是错的 你要骗大家 譬如说到底 美国政府知不知道 优负的存在 那如果他知道 那就是欺骗啊 如果他不知道 或者更没这回事 那就是那些阴谋家的乱讲话呀 那这个我们现在为止不能证明啊 我们现在为止不能证明啊 好 所以这个三种 那四种乌托邦心态 这个是西方历史啊 在禁礼教派的狂喜千禧年运动 这个大概在第一个千禧年的时候 西元999年那个时候 有这种千禧年运动 很多人就变卖家产啊 等着上帝再度降临啊 审判啊 结果醒来了发现 蛤 没来 这千禧年只是个概念 啊 不是真的在999年啊 然后后来1999年又来了啊 对吧 然后有些人前行中啊 这一次是真的啦 呃 没来 呃 这也是个概念啊 啊 这是别别别那么那个 好 自由主义跟人道主义思想啊 保守主义思想 他写过一本书嘛 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乌托邦 啊 这个在当时是乌托邦了 因为那时候没有一个共产主义 这个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没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二十大战以后 世界有一半啊 啊 进入共产主义国家 那就不是乌托邦啦 那就应该共产主义形态啦 啊 然后在1989年以后啊 全世界共产主义垮了很多 啊 所以那个呢 共产主乌托邦现在存在哪 通常存在这个民主国家里 啊 觉得啊 所以民主国家的资本论卖得非常好 啊 共产主义国家谁看资本论啊 啊 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同的意识形态的问题 啊 接下来是世代的问题啊 啊 我稍微讲快一点啊 这世代就是根据 你说你的位置嘛 你的standhold 你站在什么位置上 那有的是注重量化的 这前面有些人啊 孔德是我的研究 我有专场研究之一 另外呢 注重量化 还有希望以生命有限 新旧世代接续的生物法则为基础 发现历史法则的普遍原则 那主要是单线进步观啊 单线进步观 这进步只有一条线 所有人都得跟着这个 马克思说过啊 在资本论里面啊 啊 就是说英国的进步大概就昭示着 所有的落后的国家将来的方向 就类似这样的话了 那所以呢 有的以15年为一代啊 有的以30年为一代啊 就看你怎么说啊 现在有人是以手机的一个型号为一代啊 因为功能都不一样啊 那很难找到世代序列的头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只能从这种 具体研究里面 只能从年代来说 1970年代台湾的什么什么什么 上世纪90年代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这个有两种看法啊 这第二胎注重直化啊 这不是第二胎 对 这个他们是注重直化的啊 第二胎看法有这些东西 很多人认为世代的人有内在统一性 我觉得在以前 这我的经验 在以前社会变化很小啊 然后这个政治的统治很完整的时候 那个时代的想法当然都很统一 因为都是政府教你的 等到了自由开放以后 像我们现在台湾 什么意见都有的时候 那个哪有世代内在的统一性啊 现在有时候报纸会说 在台湾的时候 说你是反服贸世代 那反服贸世代也有人赞成服贸的啊 不是吗 不是那一代人全部反服贸 不是啊 分裂的很厉害啊 对不对 所以这里就没有同一世代有内在的统一性啊 那有人是根本不关心这活动的啊 我不反我也不赞成 那跟我无关啊 不是吗 可是谈历史的人 开始就要把这个事情变得很重要啊 啊 这同一世代 你是野百合世代 你是这个什么太阳花世代 那个都是虚构出来的一个世代啊 什么太阳花女神 那不要谁给他的封号 然后他出了什么疲漏了 就你看太阳花女神这样 太阳花每一个好东西 这是哪儿 是跟哪儿啊 啊 我常常听到这种 我都不知道这些人的教育程度是多高啊 听了都难过啊 这是讲到这些人呢 我就不说了海德格啦 品德啦 这些人都干嘛 就做了一个简单的那个 好 世代单位啊 世代之一就是可以纯然的集体事实 那集体事实 突而干只讲了社会事实 那社会这个字 跟集体有时候可以互换 那到底是集体事实 是不是就是社会事实 什么意思 呵 我到现在也不懂 还有什么具体的社会团体 什么意思 好 世代单位之一就是 共同体团体 community group 就gemeinshop 这个字 我刚刚讲的共同体这个字 那社会体团体呢 我就讲了社会体啦 就gazelle shops 给别人 强调理性意志 啊这里有了 理性意志 刚刚那个 这边没有讲另外一个意志吗 哎呀 他真的是有问题 啊 世代的统一性啊 一群人在社会中 占有类似的位置 我觉得这是没有的 你可能说世代的群聚性 啊 这一群是这样想的 那一群是这样想的 可能可以这样说 好 世代代有阶级地位 啊 每个人在阶级的 怎么样啊 的位置啊 他说是客观事实 不管当事人知道与否 或者承认与否啊 啊 你是有钱人 啊 你不承认也不行啊 我根据什么来划分的这样啊 然后这世代的还有一个叫做 Generation Location 啊 生老病死啊 生命啊 这个都有这个啊 你可以看一下 这都是很简单的概念 但这概念都不太适用啊 因为真正要去使用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具体的问题 你怎么去界定一个世代 以前有人研究台湾社会学 几代的台湾社会学 我说那怎么算 譬如说我 我是第一代 譬如说某某老师的学生 但我也是第二代某某老师的学生 那请问我属于哪一代 根据第一代为原则 我属于第二代啊 因为我上过他的课啊 那我也上过第二代的课啊 那我应该算第三代吗 到底以那个前面的一代人算起 或者以后代 又有重叠啊 懂吗 又重叠 譬如说林国民老师我教过 你们我现在教了 请问你们跟林国民老师同一代吗 对吧 林国民老师是我们现在的主任 那我还是得称他主任啊 对吧 我不能说我是主任的老师啊 开什么玩笑啊 开会的时候我得坐他头上 或坐他腿上 对吧 那不是开玩笑了吗 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啊 叫generation as an actuality actual generation 同一世代的人 因为身现在动态的时候 所产生剧烈 我觉得这都没有太大意义啊 这种分类真的是 你看出他的努力 但是能做吗 你真的要研究一个世代 能做吗 你能分这个概念能这样做吗 我一个学生 现在也是老师了 要研究这个1970年代的什么东西 我就跟他讲 这世代概念是有问题的 你可以去看 看完了 你最好根据你的想法做一个修正 还有叫世代单位 所以比真正世代更具体的联系 就越说越小 越说越小嘛 对吧 然后举例比较啦 这些 我觉得这都不是太重要 坦白说 世代基本特征 有新旧成员 不断加入了人文化过程 加入的文化过程 不是人文化 你看我的眼睛看 cultural process 旧成员在同一过程不断逝去 一个世代成员 只能参与历史过程某个阶段 不断的累积前人文化遗产就在延续 世代世代连续是不断 所以是重叠的嘛 那有的重叠的很长 有的重叠很短嘛 简单来讲就这样嘛 譬如说我绝对不会被称为是 野百合世代嘛 我也不会称为是太阳花世代嘛 因为我都经过嘛 虽然不是人世代 我都经历过啊 那我是什么世代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世代 反正我就是 所以有时候人家要讲 我觉得这个概念 讲某些人是合适的 你把它放宽来讲 很多人你根本就不能用这个观念套上 你套上就出了很大的问题 好 那记忆啦 还有提到记忆 就是借来的记忆 我们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讲的 我们小时候的故事全部都是别人说的 特别是三岁以前 那还有个人亲自获得的记忆 现在大概的研究 大概人的最早的记忆 一般来讲大概三岁有 再早一点那都是开玩笑的 前世的记忆 那真的是 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那今天有阶层化的过程 年长世代跟年龄世代 虽然一起经历某个历史过程 譬如说太阳花 譬如说这个什么 可是他们两个世代 并不居于同一世代位置 因为他们生活的 这我觉得有道理 不同 他们共同经历了相同的阶层化 每一个世代对抗不同的对手 我觉得对手可能要加S 在我们这个世代 我觉得已经比那个 他的时代差很多了 好 以全新原则来认识外在事物 所以你不是一个一个去认识的 你是一眼看进去 你的脑中 其实有复杂的运作过程 有点像你现在去扫描QR Code 你就扫出一堆资讯来 这个是很有趣的 讲全新的认识 这个你有机会上网查一下 然后我们思考这个概念 是特殊脉络影响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吧 形式跟脉络 受到我们所属团体的影响 社会团体成员必须 吸收团体的权势行购原则 这是在社会化过程里面 会教你的 现在当然你当台大学生 有新生训练 但是你可以不参加新生训练 所以你就可以排除这个影响 还有世代内潜力的实现 这个字 这个叫 是亚里士多的概念 是圆满的意思 有世代风格 跟这个 Generation Style 跟Generation Antology 这是一个希腊字 然后这个 可以展现这些东西 然后文学家 是唯一相当自在加入 跟退出团体的人 有的团体是人家给的 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 这我稍微呢 自我发现 原来你是知识分子 在对抗中意识形态相同的 还有民主化过程 这个也是一个 那知识分子呢 在各阶级之上 之间 不是在阶级之上 这些东西 所以他说 我借用Alpha Weber的用词 将他们称为 相对上不投入的知识分子 这是另外一个翻译 同样的德文字 这是另外的翻译 那个叫做 Sociologically Unattached Intelligentsia 我们在前面看到 这里呢 是Relatively Uncommitted Intelligentsia 这边呢 除了这个Relative 这个德文字以外 Fresh Verben Intelligents 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看这个翻译者 并没有统一的翻译 所以你如果看到这篇文章 跟你看到前面那个 你会以为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你读德文 就没这个问题 就只有那么一个概念 从来没有第二个概念 你读英文 就有不同的翻译方法 那你有些人可能夸大一点 说原来他提出两个不同的概念 没有 就同样的概念 不同的翻译而已 有阶级地位 地位或位置 还有阶级 还有有意识的阶级 这是把马克思对于自为阶级 自在阶级 做了更进一步的细致的区分 知识分子有几种类型 这个真的是 你随便怎么分 我觉得重要的分类是要讲出 你分类的原则 你分类的判准是什么 没有 以工作性质为考虑 隐含在劳力跟劳心之间的区分 第二型是以社会地位为考量 第三型是以教养为考量 这是担任文官证照为考量 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很多人对分类很有兴趣 我对分类非常没兴趣 因为分类大概就是考解释名词的时候 最好计算分数的方式 特别是四类或五类 对吧 一提四分一提五分之类的 当然知识分特制是个开放阶层 人人可以加入 现在谁是知识分子都是个问题 或谁不是知识分子才是个问题 知识分子是这个下层阶级的可能性 相对而言是非常低的 他的生命史 还有个人早期社会地位 跟这环境成为知识分子以后的影响 像这样的东西 然后这是一个历史的考察 欧洲中国以后 中国激将协会 游唱诗人 人文主义者 民歌手 语文学社 这样 这是欧洲的故事 沙龙 法国的沙龙 到现在为止变咖啡厅了 这是一个亲密的场所 受到女主人的激发 所以女主人在沙龙里面 非常重要 在戏剧讲到 跟读诗之后 还有文学哲学批判的对话 这就是最早的 所谓公共领域的兴起 哈伯玛斯在谈着十几世纪 不是十几世纪 十几世纪公共领域的转换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有讲到这个 柏拉图式的爱情 就不是强调肉体关系的啦 那有人开玩笑 说柏拉图强调是同性恋 所以 其实Platonic Love 是讲同性恋的 其实应该不是 应该就强调没有肉体关系的爱情 然后女人就在这种 这种氛围里面 就很重要地位 然后生活跟文学中间的中介 这是欧洲中古以后 那历史角色另外 就后来咖啡店很重要 Coffee House 像台湾现在咖啡店邻里 但是很少在那边谈事情的 台湾的咖啡店之外 有的小地方就歇脚 有的就读书 有的就怎么样 见朋友 然后这个 近东的萌芽 是由军事坦丁堡到维远纳 你看我都已经搞到这个没店 然后巴黎1671年 如果你要搞个咖啡 法国巴黎出现咖啡店 现在台湾是三不五十就出现咖啡店 如果没事情做 就是开个咖啡店 对吧 咖啡店成为意见交流中心 1675年还要下令禁止咖啡店 没成 禁止咖啡店 然后这个政治俱乐部 Political Club 英国由咖啡店转变而来的产物 随着社会的精英化而来的 然后知识分理解角度 还有社会流动 然后慢慢脱离了双清的阶层 然后上升管道被封锁 知识分子倾向一视独立 或是孤方自赏 当然有人就是搞革命了 有人认为中国辛亥革命会发生 跟1905年停止客举考试 有绝大的关系 你不停止客举考试 大部分读书人还在那边考试 他就不会造反了 现在他没出路了 他就不爽了 找到机会 所以吸收了西方新的东西 他就开始造反了 有人是这么说的 这要怎么解释 你看 失根过程 就经济上无能 你看 听起来像社会学系的毕业生吧 不断的跟过去情况比较 后悔当初扛上社会系 拒绝不断接受新的事实 新一代人类似背景 可以接受新的情况 第二种信仰 我再去学一句是长版 这不是 这讲来是知识分子的历史角色 我只是讲开玩笑 让你好像可以对照的样子 另外还有怀疑主义的社会根源 怀疑主义还双重怀疑 一个人面对同一个事情 有不同的世界观 知识分子就可以变来变去 最厉害就是这样 谁钱有钱给我 还有一个叫真正的认识论 对一个真理或人类认识能力的信仰 动摇的时候 西方出现过两次 一次是苏格拉底的时候 一次是笛卡尔的时候 我事故我在 后来都没有这种了 然后呢 他们在社会中的居所 地方居所 制度居所 跟不附属的任何居所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特征 这个大家可以不用记 你只要回家好好看一下 你自己跟别人 就知道 第一不懂人事 意思就是 remote from life 不持人间烟火了 翻成白话文 翻成文言文 常待在书房 只和知识分子来往 知识从书本而来 相信书本 不相信外在世界 第三 退缩到自己的隐私 尤其在中国大陆 连叫外卖 三餐都可以叫外卖 你最后认识你的人 就是外卖小哥 然后这个字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就是知识分子 内在跟外在极度紧张 自己觉得自己很知识丰满 知识很丰富 生活很丰富 别人看你就是一个废材 所以这就是两个紧张 你读这干什么呢 书老师你不出门啊 你看这个原来也是 自业型知识分子 休闲型知识分子 还有另外一个 我 这种中华号就是说 我给他一个名字 是不是就叫过渡型知识分子 好 那以上知识学观办 还有没有部分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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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